绝世五魂 作者 骆成东 第2641章 我还没发力呢 他不是个废物 他是一个天才 是一个煞星啊 完了 他这次肯定要宰了我 我听说 薛元欣平和薛元玉成都被他给杀了 他又怎么会将我放在眼里 完了 完了 我这次必死无疑 他心中振振哀嚎 疯狂求饶 只求陈锋能够饶自己一条性命 哦 知道自己错了是吗 陈锋走到他面前 看着他 嘴角微微一勾 带着一抹细血的笑意 不容易啊 你竟然还能知道自己错了 小的错了 小的真的错了 小的后悔无比 饶命 饶命 千万不要杀我 求求你 陈公子 千万不要杀我 他疯狂地哀嚎求饶 忽然 他咬了咬牙 颤声说道 陈公子 这张破嘴 得罪了公子宁 小人说了那么多该死的话 小人这就把他给废了 说着 他手中长剑一闪 接着便是一声呜呜的惨叫 下一刻 那呜呜惨叫声 从他喉咙中不断地传出 一块肉条掉在地上 血淋淋的 竟是他的舌头 他竟是把自己的舌头都割了下来 陈锋看到这一幕 眼中闪过一抹厌烦之色 白白手说道 行了 赶紧滚吧 横自明虽然被陈锋赤马 但脸上却是露出浓浓的喜色 他知道自己已经逃得这一劫 自己逃得一条性命 他现在 舌头被吠 已经是不可能再在轩原家族待下去了 但是对于他来说 这些都是次要的 他保住了性命 他跪在地上 向陈锋接连磕头 口中呜呜的 似乎是在发出感谢之类的话 陈锋却是看都不看他一眼 静止向前走去 有不少人都在旁边看到了这一幕 一个个更是心生敬畏 对陈锋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 很快 陈锋便是和母亲回到了居住的那小院之中 一进入房间 轩原若兰便是脸上露出难以言喻的兴奋之意 拍着陈锋的肩膀 大声说道 风儿 真是太棒了 他刚才在外面的时候 一直都是一副非常淡然的样子 而现在 则是完全表露了自己的情绪 陈锋微微一笑 说道 母亲 你指的是 我那万年级别的武魂吗 当然 轩原若兰说道 万年级别的武魂 代表着 你不但作为一个天才崛起 而且 你的未来有了无限可能 像你这般年级 拥有万年级别的武魂 日后你的武魂 不知道会提升到何等境界 你的未来 不知道会是何等的强大 陈锋看着母亲 滴滴一笑 说道 母亲 有个好消息 我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现在还能有什么更大的好消息了 轩原若兰问道 陈锋微笑着说道 其实 我刚才还根本没有发力呢 什么 还没发力 轩原若兰顿时一惊 看着陈锋说道 难道说 你的武魂 没错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轻笑 看着母亲说道 母亲 你以为这就是我武魂的全部了吗 什么 这还不是你武魂的全部 听闻此言 轩原若兰都是震惊了 哪怕他出身豪门 自身实力也强 见多识广 但是听了陈锋这句话之后 也是不由地悚然震惊 要知道 万年级别的武魂 就已经可以成为小天才了 而他儿子的武魂 竟然还在万年级别以上 陈锋轻声说道 差得远呢 事实上 陈锋根本没有妄言 他根本就没有将全部的武魂 都灌输其中 哪怕最后让这武魂图腾爆掉的 那万年级别的武魂 也只不过是将八舌的头颅 给灌输进去罢了 整个八舌的身躯 还根本没有进入呢 全都录在外面 他的武魂 要远远超过了万年级别 超过的甚至都不是一星半点 陈锋心中暗道 我的武魂 其实已经达到了数万年的级别 至于到底是几万年 却还说不准 陈锋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不想太出风头 万年级别的武魂 就已经足够震慑所有人 让他们收起那些不轨之心了 而若是武魂再提高的话 那么难免不会给自己带来一些祸患 而事实上 刚才陈锋就算是想在提高众人目光之中 自己武魂的级别 也没有机会了 没有人想到他的武魂 竟然连万年都能够超越 所有人都没有想着 让陈锋再进行测试 轩辕若兰看着陈锋 脸上露出浓浓的震惊之色 下一刻 这震惊之色则是消失 取而代之的乃是一丝淡然 他哈哈一笑 说道 其实想想也正常 你可是陈锋啊 你可是我儿子啊 一切奇迹 发生在你身上 都不算是什么 母子二人正说着 忽然外面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 声音非常的厚重沉稳 大小姐 陈锋公子 老朽可以进来吗 这个声音 陈锋听得有些耳熟 而母亲却已经是反应过来了 然脸上带着一丝微笑 扬声说道 大管事 请进来吧 是 外面那个声音响起 下一刻 刻意加重的脚步缓缓传来 然后一名老者便是来到门口 规规矩矩地站在门外 这老者 年岁已经很大 而且 看起来如同风中 残竹一般 身体都是摇摇晃晃 眼中连一丝神光都没有 看起来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泯面 眼神都是非常的暗淡 身上更是枯朽不堪 似乎就是一位行将就目的存在 但是 谁要以为他真是如表面这般的话 那么就是大错特错了 陈锋说道 原来是大管事 不知道大管事所来何事 整个外宗之中 依旧管陈锋的母亲 称呼为大小姐的 只有大管事了 这位外宗大管事 据说是内宗的老人 而陈锋也从母亲那里求证过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此人在内宗当差多年 可以说是看着轩辕若兰长大的 而其实 在外宗之中还有传言 他虽然名为外宗大管事 看似地位在外宗诸位长老之下 实则不然 实际上 他的实力丝毫不逊色于外宗大长老 轩辕若丰 本章完 第2642章 陈锋的条件 他其实是内宗安插在外宗之中 监视所有人的一个人物 他的地位非常的超然 陈锋知道 传言应该不虚 因为他曾经见过好几次 那些外宗长老 见到这位外宗大管事之后 态度都是非常的恭敬 甚至 薛元若丰 都是对他非常的客气 而无论对谁 这位大管事 则都是一副非常淡然的态度 不卑不亢 既不巴结 也不傲慢 所以 陈锋对他的印象 还是颇好的 大管事看着陈锋 缓缓说道 陈锋公子 大小剑 这次老朽过来 是专门要告知二位 从今日开始 二位可以 搬入外宗最内层的奢华大宅之中 那里面 尚空闲的九进宅院 足足还有数十座 两位可以任选一座居住 而若是不想住那等宅院的话 里面也有着为数众多的高塔 大殿 足以让二位容身 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薛元家族 分为外宗 内宗 还有何欣 在这昭歌天子城之中的 其实只是外宗罢了 而内宗和何欣 陈锋根本都不知道在哪里 据说 只有外宗最顶尖的那些人物 才知道一些消息 而这样做就是因为 昭歌天子城中这些势力相互倾压 错综复杂 有着极其复杂的恩怨 而且 昭歌天子城里面势力太多 高手太多 等级太强 如果将家族的所有力量 都放在这里的话 保不起哪天 就在这被人给包了饺子 整个家族上上下下 都给杀的金光 从此在这龙脉大陆之上除名 这可不是启人忧天 类似的事情 在昭歌天子城之中 发生了 起码也有几十次了 被除名的家族之中 不乏一些九品家族 九品家族 那可是和薛元家族 同一等级的家族 照样该被杀光 还是被杀光 毕竟 几十个家族联合起来对付他 他怎么能够应付得了 龙脉大陆九大势力 也不是自古 就如此的 这几十万年以来 这九大势力之中 换了不知道多少个 几十万年前的九大势力 能流活到现在的 连三个都没有 所以 这些大家族 都是非常注意保密 一般 只有像是赢家 还有八荒天门那种 自己一个势力 单独占据一大片地盘的势力 才会将所有的宗门力量 放在一起 昭歌天子城中的这些 却都是留着一手 但是 就算是一个外宗 在这里也占据了 方圆千里的巨大面积 整整有着九重 每往上一重 居住的人身份地位就越高 居住的所在 也是越发的奢华 第九重 陈峰没有去过 但是据说 第九重之中 每一座宅院 都是奢华壮丽 宛如天上宫阙一般 而陈峰和母亲居住的这个地方 连第九重都算不上 只能算得上是 府邸的最外围 从最外围到第九重 可谓是一步登天 但是 陈峰脸上 却是没有丝毫的喜色 只是冷淡无比 说道 不用了 这个地方 我们母子二人住的也挺久的 挺舒服的 就不用 再去其他的地方了 听到他这么一说 大管事脸上 没有丝毫的诧异 他似乎早就料到 陈峰这般反应一样 陈峰的话语里面 有着浓浓的怨气和愤怒 大管事轻轻叹了口气 说道 陈公子 我知道你现在心中怎么想 既然如此 那么这就罢了 但是 以后 家族会给陈峰公子和大小姐 恢复修炼的资源 以及会给大小姐 恢复治疗的丹药 这个 还望你一定收下 他目光之中 已经是露出一抹恳切之色 陈峰眼中闪过一抹愤怒冷笑 说道 现在知道 来给我们送丹药了 现在知道 要调拨给我们资源了 早干什么去了 大管事听陈峰如此犀利的问话 却是不动怒 他非但没有动怒 甚至连表情变化都没有 只是眼皮一锤 态度依旧恭敬 但是声音 却是非常淡然 没办法 家族就是这样的规矩 当初 您没有武魂 被视为废物 而您的母亲 也是实力大将 于家族而言 您二位确实是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 不会给二位资源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 现在不同了 所以该有的就都有了 他这话说得很冷酷 非常的实在 而他的态度 自始至终都非常的恭敬 其实 他说的这番话 也是无可指责的 但是 陈锋就是觉得心里憋了一口气 眉毛一挑 又要说话 这时候 薛元若兰说道 锋儿 不用再多说了 说起来 大管事对咱们母子两个 可是不错 你忘记了 过去三个月 大管事可是从来没有对你口出恶言一次 陈锋一听 顿时一愣 然后回想了一下 脸色变得和缓了许多 确实 正如母亲所说 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 只要是他碰到大管事 大管事都是对他以礼相待 资源 确实是没有 但是也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歧视 事实上 大管事之前 对他是什么态度 现在 对他还是什么态度 陈锋叹了口气 拱拱手说道 陈锋方才言辞不当 请大管事勿怪 陈锋心中暗道 这口气 要撒 就得撒在轩源家身上 却不能怪别人 轩源家 之前你们如此慢待我们母子 现在可是得付出点代价 于是 陈锋接着说道 大管事 接下来这番话 你别介意 这番话 我可不是针对你 而是针对轩源家族的 大管事此时终于愣了一下 陈锋的这个反应是 出乎他预料的 他本来以为 陈锋要么暴怒 什么都不接受 要么就会如现在这般 接受一部分 却没想到 陈锋还会有另外的反应 陈锋看着大管事 微笑说道 大管事 我知道之前的事情不怪你 但是家族之前如此冷落我们母子 现在是不是也该给点补偿 大管事问道 什么补偿 陈锋淡淡说道 给母亲和我的资源 需要是同等级别其他人的十倍 而给母亲的丹药也不能是少阴清净煞丹那样的普通丹药巅峰 而是要药效更好的 本章完 第2643章 我的舅舅 至少 不能比半部金丹差 之前 那少阴清净煞丹 是普通丹药的顶峰 普通丹药和半部金丹之间 看似只有一级的差距 实际上是天壤之别 半部金丹的药效 绝对比少阴清净煞丹强大 不知道多少 陈锋顿了顿 继续说道 不能要只能维持住我母亲伤势的丹药 而是要能够治愈我母亲伤势的丹药 这个条件 你们答不答应 陈锋的声音伶俐无比 更是极为的强势 大管事目光之中露出一抹古怪之色 却不是粪木 而是一丝诧异 同样还有着一些欣慰 他看着陈锋锋 忽然嘴角勾出一抹笑容 轻声说道 陈公子 我之前还是看低了你 没想到 你不但武魂强大 实力强横 而且 你的心思 也是如此的玲珑剔透 你这个时候 不暴怒 不意气行事 却是能够根据行事 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好 很好 他向陈锋说道 陈公子 你放心吧 你提出来的这些条件 我会尽量向家族争取的 大管事又说几句 便告辞离开 陈锋看着他的背影 轻轻虚了口气 看向母亲 他的声音里面 充满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坚决 我知道 这是不怪大管事 怪的是轩轩家族 是内宗和核心的那些人 他高举右手 声音宏大而又激烈 我陈锋再次发下誓言 一定要让他们匍匐在我的脚下 向我们磕头 向我们赔罪 向我们忏悔 他们做的这些事情 他傲然说道 我要将整个轩轩家族 都踩在脚下 轩轩若兰微笑说道 风儿 微娘相信你能做到 陈锋说道 不过今日 轩轩家族能做出这番改变 也算不错了 他们根本只是惺惺作态 轩轩若兰一声冷笑 说道 你之所以这么想 那是因为 你还没有真正见到 轩轩家族那些高层的丑恶 他的目光之中 露出一抹极度愤恨与悲伤之色 那些人 当初做下了那么多伤天害理 桑尽天良的事情 今天你见到的轩轩笑月和大管事 其实对咱们 包括当初对你舅舅 都是非常友善的 而轩轩家族里面有更多的人 对咱们充满了恨意 对你舅舅 则是充满了恨意的同时 又充满了恐惧 他们巴不得 咱们早死呢 一听母亲说这番话 陈锋心中之前的疑惑 又一次涌了上来 在此之前 在她听说自己的婚事 是舅舅为自己定下的时候 她心中诧异非常 很想知道自己这位舅舅 到底是何许人物 她和轩轩家族之间 又是发生了什么 为何现在根本听不到 她的任何消息 只是 当时实在不是问的时机 所以陈锋方才忍了下来 轩轩若兰看着陈锋 叹息说道 这些事情 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 这些事情 涉及到轩轩家族的最核心秘密 涉及到几十年前 百年前 家族那一番争夺杀戮 残酷无比的内斗 当时 你实力全无 没有武魂 哪怕让你知道 你也是无可奈何 徒增烦恼 甚至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 但是现在 你已经有资格知道了 她看着陈锋 轻声说道 锋儿 你可知道 母亲出身于何处 陈锋说道 我只知道是轩轩家族 但是轩轩家族的哪知之脉 我却是不知道的 薛元若兰说道 我出身于薛元家族的主脉 我的父亲 就是当今薛元家族家主的亲哥哥 但是 这个家主之位 其实应该是我父亲来做的 陈锋没有说话 只是听他继续说下去 薛元若兰目光之中 露出一抹仇恨之色 说道 我父亲为人宽宏大量 积极看重手足之情 而我的叔叔 也就是那位家主大人 就是利用父亲这般性子 用了许多阴谋手段 又是装可怜 又是设陷阱 又是在我祖父面前出言诬陷 硬生生地 将作为嫡长子的父亲 给挤到了一边去 自己做了家主 我父亲直到他当了家主之后 才意识到 过去那些年他这个弟弟 究竟做了什么好事 我父亲忧愤难当 在他当家主几年之后 便是莫名死去 薛元若兰深深吸了口气 我一直怀疑他的死因和我叔叔 也就是当今家主有关 然后呢 陈锋颤声问道 后来 我父亲死了之后 我们这一只 只剩下了我和我弟弟两个人 当时 我年岁不过十七 我弟弟年岁更小 只有十岁 我们两个人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薛元若兰冷笑道 我那好叔叔 甚至想将我们两个人直接斩杀 永绝后患 陈锋听得心中充满了恨意 不过他并没有说话 只是等着母亲继续说下去 幸亏 就在那个时候 我和我弟弟同时觉醒了强大的武魂 我的武魂达到了九千年级别 而我的弟弟 他在第一次武魂测试的时候 武魂更是直接达到了一万五千年的级别 什么 一万五千年 陈锋一听 也是耸然而惊 自己这位舅舅的天赋 就算比不上自己 但是也绝对是极为惊人了 他可只有十岁啊 十岁 就有一万五千年级别的武魂 这太让人震撼了 没错 正是一万五千年级别的武魂 薛元若兰提起当日的事情 面前仿佛浮现出那般场景 也是心中激烈 他高声说道 当时那一幕 你是没有看到 整个家族里面所有人都震惊了 我和我弟弟 立刻成为家族之中 天赋最高的两名天才 这一下 就算是我那个好叔叔 想杀我们 也做不到了 家族之中的其他人 不会允许他扼杀这两名天才的 就此 我们两人才保住了信念 后来 我们慢慢长大 年纪变得越来越大 实力也越来越强 终于 在我弟弟成年之后 我们两个人 都是跨入了武皇境强者之列 本章完 第2644章 舅舅竟然是他 这一下 在家族之中 终于站稳了脚跟 陈锋说道 母亲 你说的这番话 可是和我之前在梅姨那里 听到的不一样吗 傻孩子 薛元若兰看着他说道 那是我让他说的 当时 就算他跟你说这番话 你听了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对吧 那些话里 半真半假 这些我待会儿 再跟你说 你现在先听我说 陈锋点点头说道 好 薛元若兰继续说道 弟弟一开始的时候 年幼不懂事 不知道当初父亲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随着他年纪越长 却也知道了更多的东西 因此对家族 极为的仇视 对于家族中的其他人 也是冷言冷语 家族之中 很多人都是察觉到了他这情况 家主更是坐立不安 因为他知道 等我弟弟完全成长起来之后 他这个家主的好日子 也就到头了 所以 他一直处心积虑 想要对付我们两个 想要设计种种意外 让我们两个 翘无声息地死去 但是可惜 他嘴角露出一抹不屑 就他那点 隐隐狗狗的手段 在我们面前还不够看 弟弟一路疯狂成长 当时是整个薛园家族之中 最强的年轻天才 在九大势力之中 都是第一流的年轻俊杰 后来更是突破 进入了五地境 你舅舅47岁的时候 他的实力 甚至已经超过了家族之中 许多几百岁的老怪物 更是成为了整个家族之中 最为年轻的烈日长老 烈日长老 陈锋听了这四个字 心中不由得狠狠一颤 强大如轩辕若丰 轻而易举 就可以斩杀陈锋的轩辕若丰 他的等级 也不过是占星长老罢了 而轩辕孝月 能够轻易击杀轩辕若丰 他的等级则是明月长老 比明月长老更高的 就是烈日长老 烈日长老的实力 绝对可以轻易斩杀 轩辕孝月 据说 整个轩辕家族之中 烈日长老都没有几个 而每一个烈日长老 都是毫无疑问的 武帝竞强者 自己这位舅舅 竟然如此厉害 47岁时候 就能达到这种境界 简直可以说是绝世天才啊 陈锋赶紧急切问道 那后来呢 轩辕若兰说道 你别着急 且听我慢慢说 当时 你舅舅不但已经成为了 烈日长老 踏入了武帝境 甚至还凝结了半步法身 半步法身 陈锋心中一动 他这已经是第二次 听到半步法身这个名字了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则是在通天神剑锋 那名来自于替天殿 强大无比的震魂天王 便是有着半步法身 那个二十万米高的巨大金刚 他更是以强大无比 无可匹敌的力量 轻而易举地 将强大的通天神剑龙给击杀 这给陈锋带来了极深的印象 刻骨铭心的仇恨 涓刻在心里 也让他牢牢地记住了 半步法身这个词 陈锋疑惑问道 半步法身 到底是什么 有何神意的能力 薛元若兰说道 这个以后 我再跟你解释 我现在只需要告诉你的是 半步法身强者 一定是五帝境强者 但是 五帝境强者 却不一定能够凝结半步法身 半步法身 是判断五帝境强者 有没有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若是有了半步法身 就有进一步提升的希望 就有莫大机缘 而若是没有的话 那么这辈子 也就只能停留在五帝境 虽然在龙脉大陆 能够成为最顶尖的强者 但是也只局限于龙脉大陆了 听到他这番话 陈锋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意思 立刻悚然一惊 颤声说道 难道说 难道说 拥有半步法身的话 就能踏出龙脉大陆了吗 没错 轩辕若兰微笑着夸赞说道 风儿 你当真是很聪明 一点就透 他白白手说道 关于半步法身和法身 这个 以后再说 金月先说 你舅舅的事情 你舅舅当初凝结了半步法身 是九大势力那一辈之后 第一个凝结半步法身的 正是春风得意 说到这里 轩辕若兰叹息道 可惜啊 后来发生了大变 什么大变 陈峰问道 当时 弟弟凝结了半步法身之后 已经可以去探索天外世界 有了半步法身 便有了这个资格 但是一般来说 没人会这么做 都会凝练打磨上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才会去探索天外世界 而有的 畏惧天外世界 甚至会一辈子都不去 而他 毕竟年轻 性子有些浮躁 沉不下心来 因此有一次 竟然趁我不注意 自己偷偷去了 那天外世界 轩辕若兰 声音都变得颤抖了 这一去 就是三年 什么 三年 没错 三年 去了哪里 不知道 经历了什么 也不知道 所有人都不知道 轩辕若兰脸上露出一抹惨然之色 说道 当三年之后 他再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完全变了个样子 说到这里 他浑身都是轻微颤抖起来 目光之中露出极度痛苦之色 当时的他 法身破碎 实力全销 身受重伤 行销鼓励 整个人形同废人 实力已经是所剩无几 甚至 连府中的侍卫 随便一个都比他强大 什么 怎么会这样 陈锋发出一声 不敢置信的惊呼 舅舅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怎么会这样 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而且弟弟回来之后 就像是变了的人一样 他沉默寡言 时常消失 问他去哪 他也从来不说 只说有自己的大机缘 那么 舅舅到底是谁 到底在哪里 陈锋问出这句话来的时候 心中忽然有着灵光一闪而过 他骤然想到了什么一般 立刻发出一声 震惊到了至极的呼喊 颤声说道 难道说 舅舅就是 舅舅就是 没错 薛元若兰说道 看来你已经猜出来了 你舅舅 就是你师父 燕青宇 本章完 第2645章 一问 什么 竟然真的是他 燕青宇 真的就是我舅舅 师父竟然是我的舅舅 尽管陈锋心中 已经有了一些猜测 但是当他从母亲口中 亲耳听到这个肯定答案的时候 一颗心 还是瞬间 就被巨大的震撼 给充塞满了 他根本没有想到 竟然会是这般情景 他的目光之中露出极度疑惑之色 整个人大脑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 只是口中喃喃说道 怎么会 师父明明只是小宗门的一个小小高手罢了 竟然和薛元家族有着关系 师父的实力 不是连天和静都没有到吗 竟然曾经是一名武帝静强者 师父原来出身如此显赫 竟然是薛元家族 这个龙脉大陆九大势力之一出身 师父原来曾经经历了这么多 师父 竟然是我的亲舅舅 陈锋难难说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到底又是为什么 最终 所有的声音汇聚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师父到底是不是骗我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陈锋心中涌起一股名为愤怒的情绪 愤怒与悲伤交杂 充斥于他的心中 他心中的疑惑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被人欺瞒 被人戏耍的愤怒 他看着母亲 颤声说道 当初 师父身受重伤而死 我遵循他的遗言 守目数年 然后挖开他的棺材 却是只在里面发现了一尊小鼎和一滴龙血 而这也是我能够站在这里的原因 若是没有那一滴龙血 一尊小鼎 现在的我 只怕已经化为一具枯骨 或是在前缘宗之中 依旧浑浑噩噩 是一个一鸣不闻 整日被人欺辱的废物 但是 原来背后竟有这么多的事情 他竟然不是我的师父 反而是我的舅舅 他竟然有着如此多的身份 如此多的过往 到底说了什么 到底又经历了什么 你们 为什么如此瞒着我 到底又有什么目的 尘封音量陡然之间拔高了 到底为什么 说啊 他握紧了拳头 整个人激动无比 精神几乎崩溃 他有一种被亲近人欺骗的感觉 轩辕若兰脸上露出一抹愧疚之色 说道 风儿 这件事情 确实是母亲对不起你 我们确实是瞒着你了 你若想知道其中的原委 我就原原本本地跟你说 尘封点点头 也不说话 只是那么看着他 眼中露出悲伤神色 轩辕若兰深深吸了口气说道 你出生之后 便是有天才之姿 出生之时 天有异象 而且 由于有我这个母亲天才在前 所以 所有人都知道 你的天赋 绝对不会差 而且还有可能会强大至极 于是 你在轩辕家族某些人眼中 就成了肉眼中钉 肉中刺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你依旧好几次差点丧命 而当时 你的舅舅已经形同废人 我则是刚刚生产 实力极大下降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无法保护你了 他深深吸了口气 说道 于是我和你舅舅商议之后 便是做了一个决定 由他带着你 进入前缘宗 隐姓埋名 以待将来 到时候 你实力强大之后 再将你送回轩辕家族 可就不怕什么了 陈锋敏锐说道 为什么是前缘宗 轩辕若兰摇头道 这是你舅舅安排的 应该是有他的考虑 那后来呢 陈锋急些问道 后来舅舅 为何会做出那些事情 舅舅到底是真死了 还是假死了 如果他是假死的话 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要将我一个人 留在前缘宗 陈锋目光之中 悲伤之色 越发浓重 燕青宇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曾经是陈锋最为牵挂 最为放不下的人 当然那时候 他还 只以为燕青宇是自己的师父 后来 陈锋隐隐约约有些猜测 感觉师父 应该是假死脱身 但是他却一直不愿意 往这方面想 他生怕想出来的真相 会让自己悲痛欲绝 师父竟然瞒着自己假死脱身 不给自己透露任何消息 任由自己处于 那前缘宗的危险之中 这一点 让陈锋无法承受 轩辕若兰苦涩说道 后来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我和你舅舅 只能做到那一步 在后来的事情 就完全由他来决定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 包括你说 他于七年之前 在前缘宗失踪 但是这七年的时间 他也没有回到轩辕家族 我也没有得到任何一点 关于他的消息 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去哪了 得了什么机缘 不对啊 陈锋惊呼道 师父燕清宇 明明是燕家的子嗣 我当初还曾经去过燕家 替他比武 可是为何 又变成轩辕家族的人了 陈锋心中充满了疑惑 轩辕若兰叹了口气 说道 你师父何等身份 如果直接去前缘宗 如何能够隐藏 他需要一个合乎情理的身份 才可以顺利地去往前缘宗 不被怀疑 他啊 去了天外三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虽然修为击尽被废 实力所剩无几 但是心机却深了 不知道多少 他叹息说道 他的很多不知 很多算计 我都看不明白 轩辕若兰看着陈锋说道 你记住 你舅舅做的一切 你看到的 未必是真的 后面 还有很多埋下的未曾看到的东西 但是 你更是需要记住一件事 轩辕若兰盯着陈锋 目光凛然 你舅舅 要害你的话 有无数个机会 他做这一切 肯定是为了你 他看着陈锋 轻声说道 你舅舅一定是有所安排的 你舅舅将你放在那里 也一定是有所思量的 你今日的一切 不也证明了 你舅舅当初的想法吗 陈锋沉默不语 他的情绪极为复杂 陈锋站在那里 不言不语 许久之后 他方才摇摇头 声音也变得和缓了许多 说道 确实 若是当日舅舅一直庇护着我 我怎么会有现在的成就 本章完 第2646章 杨寿 不足一年 他目光之中 刚才的那悲伤和愤怒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丝坦然 说道 等到再见舅舅的时候 我心中的疑惑 自然就会解开了 轩辕若兰看着陈锋 脸上露出愧疚 轻声说道 风儿 是为娘的对不起你 陈锋说道 母亲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你之前瞒着我 不告诉我 并没有什么问题 之前以我那样的实力 就算是知道了 又能怎么样吗 而以我那样的性子 必然心中耿耿于怀 心里更是不舒服 说不定会一直想着这件事 反而对我的武道修为 没有什么好处 你瞒着我 理当如此 薛元若兰说道 不仅仅是 因为这件事 更是因为 他看着陈锋 双手抚摸着陈锋的脸庞 你从出生开始 便是没怎么得到我的照顾 你甚至都不知道 你的母亲是谁 甚至连一点我的容貌都记不得 她的目光之中 有着深深的痛苦 我这个母亲 当得不称职啊 陈锋赶紧劝慰说道 母亲 您这是说的哪里话 当时形势所迫 你这样做 是为了保全我呀 我又怎么会怪你 她安慰了薛元若兰好一会儿 薛元若兰的情绪 方才恢复了正常 她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更是欣慰 自己这个儿子 不但天赋卓绝 实力强大 而且极为的懂事 碰到这种情况 根本不埋怨自己 反而还安慰自己 对了 陈锋看向母亲 忽然问道 说起这个来 我想起来 我并不是对你们 对舅舅没有什么记忆 只不过 那记忆 似乎是被封印住了一样 被封印住了 薛元若兰诧意问道 陈锋点头说道 没错 我一般是想不起来的 只有精神受到极大刺激 整个人精神快要崩溃 甚至快要消失的时候 才会想起那么一丝片段 其中 就有你还有舅舅 而且 有一次 我的精神力即将崩溃的时候 更是看到 舅舅在我的精神世界里面 留下的一缕封印 就是靠着那一部暗棋 帮我击溃了当时的对手 薛元若兰也是震惊莫名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看来 这是你舅舅的布置 他叹息说道 你舅舅当时一心修炼武道 对于精神力毫无研究 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而现在 他竟然能够在你的精神世界之中设下如此多的限制 由此可见 你舅舅后来确实又是得了大机缘 他修炼的路子 可能跟原先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却是一样的强大 他看着陈锋 微笑说道 这么多布置 更是说明 你舅舅从来就没有放弃你 你舅舅做着诸多设置 不都是为了你吗 陈锋轻轻叙了口气 这次 他那心结终于解开了许多 整个人都是舒服了不少 心里一片通达 好了 咱们不说这个了 薛元若兰说道 陈锋点点头 微笑道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我的武魂也觉醒来 以后 薛元家族的人 也不敢再对咱们那么过分 他看着母亲说道 母亲 我有一个问题 你知道有什么办法 能够尽快地提升实力吗 哦 尽快提升实力 薛元若兰挑了挑眉头 说道 要多快 你现在是四星五皇之境 但是实力 已经是堪比七星五皇 也就是大五皇 你想提高到什么境界 在多久之内提升道 他这个问得极好 只有了解陈锋这样的想法 他才能给出陈锋正确的建议 陈锋缓声说道 至少也要提高到五皇进巅峰 那么时间呢 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缓声说道 半年之内 半年之内 五皇进巅峰 薛元若兰心中重重一颤 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震撼之意 自己这个儿子 野心还真是够大 竟然要在半年之内 就提升到五皇进巅峰 不过 他知道 对于自己儿子来说 想要做到这一点 并非绝无可能 他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浓浓的疑惑说道 锋儿 我知道你五魂极为的强大 我也知道你天赋高 但是 要知道 修炼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 一步一步地打磨才是 你本来之前提升得太快 根基不稳 后来实力被废了一段时间 现在实力恢复 这才重新稳固住了 对你来说 也算得上是因祸得福 但你若是还以那么高的速度提升 真的有可能在五皇进巅峰的时候 根基不稳 那么你突破入五地之境 可就要困难很多了 陈锋苦笑说道 这点我知道 但是 目前我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 他看着母亲 有点欲言又止 轩辕若兰立刻神色一素 说道 风儿 有什么事情 你千万不要瞒我 我比你见识广博一些 有些事情 说不定我可以帮你解决 但若你瞒着我 可就没有办法了 陈锋本来不愿说 生怕母亲担心 但现在 不说却不行了 他不说的话 母亲只会更加担心 陈锋声音苦涩说道 线下 我的阳寿 应该只剩下不到一年了 什么 你只剩下不到一年阳寿了 薛元若兰一听这话 顿时震惊无比 目光之中流露出难以言喻的担忧 他之前一直是颇为冷静沉稳的一个人 但现在却是慌乱无比 颤声说道 怎么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可能 只剩下一年阳寿 陈锋 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锋苦笑着 将自己之前遭遇的那一番事情 说了一遍 而后说道 我只有取得藤蛇内担 才能够将我的阳寿重新恢复 藤蛇 那可是传说之中的上古神兽啊 实力强大无比 超过许多龙类 哪怕是武皇境巅峰 也未必是对手 所以说 我才一定要至少达到武皇境巅峰才可以 本章完 第2647章 九阴镇魂丹 燃血造化丹 陈锋看着母亲说道 藤蛇 我已经找到了 就在南荒最深处 那剑木的顶端 但是 现在我却没有办法对付他 其实 陈锋想得非常清楚 他的实力 并不一定要达到藤蛇那个级别 藤蛇和黄鸟乃是死敌 只要是他的实力能够在藤蛇重伤的时候起到一击必杀的作用 那么就足够了 而可惜的是 陈锋之前的实力 甚至连将已经身受重伤 甚至重伤冰死的藤蛇击杀的能力都没有 陈锋还有一年不到的阳寿 但是他必须留出一部分时间来在路上 听他说完这番话 薛元若兰也是变得冷静了下来 他沉声说道 确实 这样的话 你必须要在半年之内将实力提升到五黄境巅峰 我倒还真有些办法 薛元若兰微笑说道 我之前一直身受重伤 或者是卧病在床 最后 薛元家族断了我的丹药供应 为了治疗伤势 我自己也曾经很深研究过一段时间的丹药 也算得上是久病成医了吧 你之前虽然是炼药师 对丹药有很深的研究 但是你对丹药的认识 只停留在普通丹药的层次 我没得说错吧 陈锋点头说道 没错 确实是 他在来到这里之前 连接触到金丹这一级别丹药的机会都没有 陈锋之前接触到的丹药 也不过就是普通丹药的巅峰罢了 哪里能够接触到金丹啊 薛元若兰说道 所以说 我给你说的 接下来这几位丹药 你可要好好听好了 这对于你能否巩固实力 能否极大的提升实力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锋说道 母亲您请说 薛元若兰说道 第一项丹药 乃是九阴镇魂丹 哦 九阴镇魂丹 作用是什么 陈锋问道 薛元若兰说道 这九阴镇魂丹 它的效果 便是为了巩固你的武魂 九阴镇魂丹 其实是昭歌天子城之中 非常常见的一种丹药 任何级别的武魂 都可以用到这种丹药 只要是刚刚突破 只要武魂还不稳 就可以用到 无论是百年级别 五百年级别 千年级别 还是万年级别的 而所不同的是 对应不同级别的武魂 这九阴镇魂丹的等级 也不同罢了 陈锋点点头 明白了 薛元若兰又是说道 而接下来需要的一枚丹药 则是燃血造化丹 这种燃血造化丹 是能够极大提升实力的丹药 吞掉一枚 几乎就能增加一缕天地之力 陈锋迟疑道 但是 我有黄鸟鲜血啊 薛元若兰速容说道 第一 燃血造化丹吸收的速度 比你的黄鸟鲜血之类要高得多 第二 你可能自己察觉不出来 但其实 黄鸟鲜血里面 有着极多的毒素 在你体内积累 他看着陈锋 叹息道 黄鸟鲜血和藤蛇鲜血的毒素们 其实差不多 只不过 一个表现出来 一个没表现出来吧 啊 陈锋瞠目结舌 他赶紧感知了一下 果然 感觉到 自己体内一团一团淡黄色和黑色交加的气物 在不断飘荡 他的天地之力 在行经这些气物的时候 便是一阵剧痛 而这些气物 更是在不断地腐蚀着他的身体 而更重要的是 这些气物上面的气息 和黄鸟鲜血身上的 如出一辙 陈锋震惊了 原来黄鸟鲜血也有这么多的毒 薛元若兰点头说道 以后 黄鸟鲜血不能直接吸收了 不过 若是以黄鸟鲜血为基础 加上其他一些材料 铸造燃血造化丹 那么不但能够将毒素清除 而能够将效果提升两三倍 这种燃血造化丹 炼制的难度并不高 但是等级却很高 你可知道是为什么吗 陈锋心中一动 问道 难道是说 对材料的要求特别高 没错 薛元若兰说道 这种燃血造化丹 需要材料极为的珍惜才可以 材料越好 燃血造化丹的效果也就越好 而且最好是以 妖兽的心血为基础 你的黄鸟鲜血 正是最极品的材料 但是初期 你只能前去买这样的丹药 陈锋问道 不能买药方吗 药方的话 只怕买不起啊 薛元若兰自嘲苦笑 咱们娘俩 现在是一穷二百 她叹息说道 这种药方的价值 是药物的千倍万倍 先期还是先买丹药吧 而且 就算是买丹药 薛元若兰担心说道 想要直接买到这些丹药 需要花费大量的龙血紫荆 这龙血紫荆咱也没有啊 陈锋摇头苦笑说道 没有 陈锋来到这招歌招歌天子成城之后 可以说是身无常物 他身上所有的玄黄石 他来到这里之后发现 根本就不能用 这些玄黄石 是属于下面的货币 还有庞大能量的玄黄石 对于招歌招歌天子成城的舞者来说 根本就是一堆垃圾 因为 他们的力量层次太高 而玄黄石里面的力量 在他们眼中根本就是不值一提 甚至连吸收的价值都没有 吸收玄黄石得到的力量 还不如他们吸收的过程之中 消耗的力量多 他们的货币 乃是一种名为龙血紫荆的东西 这种龙血紫荆 里面拥有庞大的能量 据说龙血紫荆的形成 和龙脉大陆的由来都有关系 传说 上古时期 龙脉大陆有着无数巨龙的存在 这些巨龙的存在 乃是上古时期 在他们统治的时期 无论是人类还是妖兽 全都是匍匐在地的蝼蚁 后来 这些巨龙离奇消失 一夜之间 化为乌有 接下来才是妖兽崛起 统治人类 再然后才是人类崛起 便有了现在龙脉大陆的格局 而据说 这些龙血紫荆就是无数龙血 渗透入大地的矿藏之中 与大地矿藏里面的玉髓 金金 木根等等神奇的东西 融合成一体形成的 里面拥有着龙脉大陆的本源力量 极为的强大 极为的浑厚 本章完 第2648章 又有来找死的了 他们都是吸收这种龙血紫荆里面的力量 龙血紫荆的价值极为的高 像是尘封之前购买的那种清净单 一粒只能换取一枚龙血紫荆而已 尘封现在身上 可以说是一枚龙血紫荆都没有 他看向轩缘若兰 问道 母亲 照您说的话 这些东西 需要多少龙血紫荆 轩缘若兰沉音片刻说道 总共需要一千枚龙血紫荆左右 主要是你五魂级别高 需要的九阴阵魂单级别高 一千枚龙血紫荆 尘封挑了挑眉头 对于他来说 现在真是一笔根本无法拿出来的巨款 只不过 尘封并没有慌张 他微笑说的 母亲 不用担心 确实 咱们现在没有龙血紫荆 但是很快就会有人 给咱们 送龙血紫荆来了 尘封话音刚落 外面便响起大管事那苍老的声音 大小姐 尘封公子 老朽方便进来吗 尘封哈哈一笑 这不就来了吗 很快 大管事走了进来 看着尘封和薛元若兰两人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直接便是说道 方才 老朽已经去内宗 跟诸位长老们商讨过了 尘封公子之前提出来的那个条件 虽说和情 但是未免太过苛刻 十倍 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能有多少 尘封直接问道 反正 他也是漫天要价 能多要一点算一点 大管事说道 七倍 七倍 是老朽能够争取的最大数字了 说着他手心一闪 一个金色的锦囊 便是出现在他的手心之中 这金线锦囊 只有半个巴掌大小 看上去颇为的精巧秀气 尘封明显能从上面 感受到一股庞大的空间之力 显然 里面折叠着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他将金线锦囊放在桌上 然后轻轻一拍 顿时 一阵璀璨的光芒闪耀 在尘封两人面前 出现了整整一桌子的紫色玉块 这些紫色玉块 非金非玉 四金四玉 每一根 都是有着筷子长短 粗度则是如同一根手指一般 上面有着丝丝缕缕极细 极为复杂 如同根絮一般的血痕 血痕之外 则是闪烁着璀璨的紫色光滑 看上去就知道极为珍贵 里面也是散发出颇为庞大的气势 能量磅礴 这些物品正是龙血紫金 数量足足有上千 大管师说道 按照宗门中的规矩 像是大小姐和陈锋公子 你们这等级别的 一个月 一个人 提供的龙血紫金数量为十枚 既然是七倍 那一个月就是七十枚 这里有1680枚龙血紫金 是你们接下来这一年的用度 陈锋缓缓点头 这个结果 他算是比较满意 然后 他看到 这上面还摆放着一个浴盒 便将浴盒打开 顿时 一股极其富裕的气味 便是弥漫于整个房间之中 薛元若兰深深吸了一口 感觉胸腹之间的那股淤色 化解了不少 他挑了挑眉头 说道 这是 这是血玉敌尘丹 半步金丹级别 大管师说道 这种丹药 对大小姐您的伤势有奇效 一个月服用一枚 连续服用半年左右的话 伤势基本就可痊愈 薛元若兰脸上露出一抹欣喜 这伤病已经 已经是折磨他许久 此时一听有痊愈的希望 如何不欢喜 陈锋点点头 将玉盒递给母亲 大管师说道 陈锋公子 若是没有其他事的话 老朽便告辞了 陈锋拱手说道 有劳大管师了 大管师摇摇头 接着告辞 陈锋将剩下那些龙血紫金 放入到了金线锦囊里面 陈锋的金龙戒指 已经是废掉了 而且 以金龙戒指的等级 想要储存龙血紫金 这种级别的东西 也不可能 所以 他便直接将这金线锦囊 收入到了自己怀中 薛元若兰说道 风儿 若是你只想如一个平常天才 一般修炼 稳不提升的话 这些龙血紫金 自然是够了 但是 你如果想半年之内 提升这么高的实力 这些还是不够 你需要大量的 巨量的龙血紫金 陈锋点头说道 我明白 他脸上露出满满的自信 现在 我确实是没有 但是很快我就会有了 他心中已经下了某些决定 轻声说道 不但会有 而且会有很多的龙血紫金 一听他说的话 薛元若兰立刻愣了一下 问道 风儿 你可是打算去卖掉某些东西吗 陈锋点头说道 没错 这昭阁天子城 肯定也有拍卖场 我这里恰好有许多的奇珍异宝 是可以卖掉的 你想卖掉哪些东西 薛元若兰问道 藤蛇灵甲 或者是黄鸟羽毛 择一卖出就行了 这两者毕竟已经是达到 妖皇境巅峰 甚至是妖帝之境的强者 他们身上的东西 应该还是很值钱的 薛元若兰愧就说道 风儿 是当娘的我无能 还要你卖掉这等珍贵的东西 陈锋笑道 母亲 您说哪里话来 这东西 留在我这里 暂时也没用 不若变成能够尽快提升实力的东西 陈锋对这一点想得很明白 藤蛇灵甲 黄鸟羽毛 再珍贵 自己的命若是没了 那么这一切都是一场空谈 还不如赶紧换成 能够立刻提高实力的东西 很快 陈锋便是离开薛元家族 而他刚刚离开薛元家族 走在路上 忽然前面 一堆人涌了出来 挡在了他的面前 这堆人里面 为首的是一个矮胖子 用充满戏血和挑衅的目光 看着陈锋 他抱着胳膊 昂着下巴 满脸都是不屑的表情 看到他之后 陈锋顿时眉头拧起 此人他认识 正是柳天纵 陈锋向前走去 柳天纵等人 就那么抱着胳膊 挡在他面前 陈锋不愿声势 从旁边绕着 准备走过去 而他这一举动 被柳天纵等人看到之后 却是认为 陈锋示弱了 于是 柳天纵脸上的表情 立刻更是嚣张 他柳天纵黑黑一笑 往旁边一挪 又是挡在了陈锋的面前 陈锋微微摇头 目光一片冷漠 又有来找死的了 本章完 第2649章 现在 是谁废了谁 陈锋目光之中 冷色一闪而过 冷冷说道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柳天纵黑黑一笑 陈锋 你这个废物 前几天你刚刚得罪了我 怎么 现在你就已经忘记了 陈锋看着他 淡淡说道 我并没有记得得罪过你 哦 没有得罪过我 柳天纵盯着陈锋 不屑说道 你小子实力没多少 记性还不怎么样 像你这样的人 在这昭歌天子成城 在这轩辕家族之中 可是很难活下来 陈锋看着他 冷冷说道 我能不能活下来 就不劳阁下挂念了 听见陈锋这么说话 柳天纵脸色 立刻变得阴冷起来 盯着陈锋 满脸阴狠的威胁说道 小崽子 你胆子够大的 现在竟然敢跟我这么说话了 陈锋看着他 忽然微微一笑 抱歉 我就是敢跟你这么说话 你能把我怎么样 柳天纵暴怒 小崽子 你今天是不是想找死 陈锋看着他 哦 我想找死怎么样 不想找死又怎么样 柳天纵看到陈锋脸上露出笑容 不再如刚才那般锋芒毕露 还以为陈锋是胆怯了 软弱了 于是 他更是得意 昂着下巴 指着自己面前说道 废物 你几天之前得罪了我 现在我也不让你别的 你跪在我面前 给我磕三个响头 喊三声爷爷 我就让你走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怎么样 陈锋神色一片森冷 要不然的话 老子就打断你的双腿 让人把你摁在地上 磕三百个响头 叫三百声爷爷 然后再把你扔回 薛淵家族中去 柳天纵脸色一瞬间 变得猙獰无比 盯着陈锋 厉声吼道 哦 是吗 陈锋脸上露出一抹冰冷沙鸡 说道 好啊 那么你不妨试试 说着 陈锋缓步向前走来 柳天纵眼中 绿色光芒一闪 上 给我把他双腿打断 是 他旁边七八名侍卫 都是扑了上来 向着陈锋杀去 柳家 在薛淵家族的附庸之中 也只能算是 比较一般的家族 比起秦教习出身的秦家 要差了太多 但就算这样 柳天纵身旁的这些侍卫 也都能达到五皇境的级别 不过基本上 都是一星五皇 二星五皇罢了 这种级别 连在薛淵家族当侍卫的资格都没有 连薛淵家族 随便一个外宗弟子都打不过 但是 在柳天纵看来 对付陈锋足够了 因为 在他眼中 陈锋只是一个连五皇境 都达不到的废物 七八名侍卫 瞬间就将陈锋围在其中 领头的那个高大侍卫 盯着陈锋 阴冷说道 陈锋 你这个废物 现在赶紧给我跪下 给公子磕头 还能饶你一条性命 还敢嚣张 今日 我就废了你的腿 看到自己的侍卫 将陈锋围在中间 柳天纵得意非凡 不屑说道 你这个废物 还敢跟我嘴硬 还敢跟我说这种话 你就是找死 说着 他一声爆吼 杀 给我废了这小子 是 这些侍卫 都是向着陈锋扑了上去 而陈锋 则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甚至 他把眼睛都闭上了 看到他这番举动 这些侍卫 更是发出哈哈狂笑 柳天纵也是大声嘲笑道 废物 你这是吓傻了是吗 还是说你知道自己 无论怎么抵挡都不是对手 所以 你连动手都不敢 你闭上眼睛 是以为你闭上眼睛之后 就能不被人攻击了吗 哈哈 废物就是废物 真是可笑 这个时候 那些侍卫 已经杀到陈锋进前 这个时候 陈锋陡然之间 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中 一瞬间杀鸡暴闪 下一刻 他一声怒吼 柳天纵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到底谁才是废物 说着 他一拳轰击而出 轰的一声 空气之中 灵力无比的力量 陡然之间炸响 陈锋只出了一拳 但是这一拳轰出 那强横的力量爆裂开来 直接将这七八名侍卫 全部笼罩其中 下一刻 这七八名侍卫 脸色变了 他们脸上 本来充满了得意与暴虐 此时 则是变成了 无边无际的惊慌与恐惧 他们感觉 强横无比的力量 挤压着自己的身体 他们发出凄厉的怒吼 怎么回事 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下一刻 则是化作凄厉的惨叫 他们纷纷发出惨叫声 狂喷鲜血 喷喷喷喷喷 身体之上出现无数伤口 全部重重地摔倒在地 鲜血从嘴里止不住地流出来 一瞬间 他们便是被陈锋这一拳 都打得深受重伤 他们用震惊之极 不敢置信地目光看着陈锋 惊呼道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柳天纵也是发出一声惊呼 你不是废物吗 你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我这些侍卫都是一星二星武皇啊 你连武皇境都没有达到 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的目光都是震惊至极 充满了不敢置信 忽然 那名领头的侍卫大声喊道 你不是连武皇境都达不到的废物 你的实力非常强大 我刚才感觉你明明能够杀了我们 但是却故意留了力量 这说明 你起码也达到了四星五星武皇 要杀我们 轻轻松松 陈锋哈哈大笑 到底还是有一个没瞎眼的 没错 他盯着这些侍卫 森冷说道 我之所以留着你们的性命 就是为了让你们看看 到底我是废物 还是你们是废物 说着 陈锋忽然又是一拳轰击而出 轰轰轰 一阵乍响 那些侍卫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他们的双腿 尽数都被打折 陈锋看着他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现在是谁废了谁的腿 陈锋这是讲他们刚才说的话 原话奉还 这些侍卫七里惨叫 一个个后悔至极 陡然之间 陈锋回过头来 此时他嘴角露出冰冷笑意 看着柳天纵 微笑说道 刚才你问我的那问题 我是不会回答的 你待会儿 可以下地狱去问 本章完 第2650章 咱们两个 谁才是废物 说着 他向着柳天纵 缓缓走去 每走一步 身上气势 便是提升一截 转眼之间 便是直接达到了 四星武皇级别的气势 而且 这还是陈锋 根本没有展露自己的实力 四星武皇 你竟然是四星武皇 陈锋微笑着看着他 一字一句问道 现在 你我两个 到底谁是废物 柳天纵直到此时 还在硬撑 他立声吼道 陈锋 我是柳家的大少爷 我们柳家是 薛元家族的附庸家族 你敢动我 你一定不能好死 是吗 陈锋冷笑 一拳轰出 直接轰在他的身体之上 柳天纵被打得蛙的一声惨叫 身子直接飞出去几百米 重重地摔在地上 狂喷鲜血 已经是身受重伤 陈锋微笑着又问了一遍 咱们两个 到底谁是废物 他又是向着柳天纵逼劲去 柳天纵此时脸上 已经露出浓浓的恐惧之色 但他还是在嘴硬 一张口说道 陈锋 你不敢 动我那两个字还没说出来 陈锋脸色一冷 又是一拳轰出 这一下 则是直接将他打得胸口凹陷 骨折筋碎 内脏都被震碎 已经是直接重伤 冰死 而后 陈锋微笑着看着他 又一次问道 咱们两个 到底谁是废物 此时 他又一次逼近到了柳天纵的面前 柳天纵此时脸上终于露出一抹眼不住的极致恐惧之色 他看着陈锋 颤声说道 你不是人 你是魔鬼 你竟然对我下这么重的手 你竟然要杀了我 他在这一瞬间 意识到陈锋是敢杀了他 并且是想杀他的 陈锋并不答话 只是微笑着问道 告诉我 咱们两个到底谁才是废物 说着 拳头又要落下 这个时候 柳天纵的精神整个都崩溃了 他高声喊道 我是废物 我是废物 求求你不要杀我 我是废物 陈锋哈哈大笑 知道自己是废物就行 说着 一脚踢出 将他两条腿直接踢碎 剧烈疼痛传来 柳天纵发出七粒惨叫 疼得在地上连连打滚 陈锋看着他 神色淡漠说道 现在你跪在我面前 磕三个响头 叫三生爷爷 我就饶你一条性命 要不然的话 可不是打断腿这么简单了 我今日直接送你下地狱 他的脸色冰冷无比 而他现在说的话 也是将柳天纵刚才说的话 如树奉还 柳天纵目光之中 露出极度恐惧之色 颤声说道 好 我说 我说 说着 他扑到尘峰面前 强撑着接连磕了三个响头 大声喊道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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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完这三生爷爷之后 他感觉自己的精神 几乎都要崩溃了 无穷无尽的屈辱感 将他汹涌淹没 此时周围围了许多人 都是看到了这一幕 他感觉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看着自己 屈辱到了极点 竟是直接嚎啕大哭 周围围观之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发出惊呼 原来 这尘峰不是个废物 是啊 他竟是有着四星武皇级别的实力 他的手段 也实在是够狠辣的 你看 柳公子都是直接 被他给弄得精神崩溃了 只不过 还有很多人看向尘峰的目光之中 依旧是透着浓浓的不屑之色 有人撇撇嘴说道 四星武皇算什么 在这昭歌天子城之中 根本就不算是强者 陈峰有了这点实力 就如此强横霸道 就是找死 没错 旁边有人也是点头赞同道 他这样的 碰见一个高手就完蛋了 像他这么像 他们这么想的 还有很多 这人群之中 至少有绝大部分人都是 依旧没把尘峰峰放在心上 这个时候 忽然街角传来一声冷笑 四星武皇 很了不起吗 这个声音一传来 尘峰眉头微微皱起 而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柳天纵则是如同见了救星一般 发出一声惊喜的大喊 林大哥 林雨时大哥 你来了 他拖着两条断腿 哭爹喊娘地 向着那街角爬了过去 在地上留下两道浓厚的血迹 街角那边 一个人走了出来 是一名高寿青年 此人 陈峰也认识 正是林雨时 他盯着陈峰 神色冰冷 废物 原来你之前还隐瞒了实力 原来你是四星武皇啊 不过嘛 他的脸上露出浓浓的不屑 四星武皇又如何 在我面前 跟之前的废物 没有什么区别 你就算是四星武皇 在我面前 依旧是一个废物 我要杀你 依旧是易如反掌 是吗 陈峰看着他 没再说话 只是伸手向他轻轻勾了一下 这个意思 已经是很明显了 极度轻蔑 极度挑衅 看到这一幕 林雨时瞬间暴怒 吏声吼道 小崽子 你找死 好 既然你找死 那么我就成全你 说着 他直接向着陈峰扑了过去 柳天宗脸上露出一抹狠毒之色 七粒大吼道 林大哥 宰了他 宰了这个废物 林雨时哈哈狂笑 放心吧 柳贤帝 看我为你报仇 他脸上满满的都是自信 根本没有将陈峰放在眼里 因为 他的实力 已经是达到了五星武皇 在他看来 碾压陈峰这个四星武皇 不在话下 柳天宗也是满脸怨毒的大声吼道 陈峰 你这个废物 你这次必死无疑 我林大哥乃是堂堂五星武皇强者 杀你太容易了 此时 林雨时已经杀到陈峰面前 他一声爆吼 废物 死吧 我要让你知道五星武皇的厉害 凌空跃起 一脚踢出 他的力量都是修炼在了脚上 这一脚踢出之后 天空之上 风云变色 五星武皇的强大气势 骤然之间涌出 陈峰看着他 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笑容 淡淡摇了摇头 然后 一掌轰击而出 轰的一声 这两者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周围不少都是 看着这一幕 有人说道 完了 陈峰会被直接一脚踢死 本章完 第2651章 五星武皇 很了不起吗 没错 他可是四星武皇 对方可是五星武皇 要他的命 简直太容易了 柳天纵张大了嘴 眼中满满的都是期待 希望看到陈峰被杀的那一幕 但下一刻 他们所有人 都是发出巨大的惊呼 老天爷 这怎么可能 原来 陈峰这一掌 与林雨时的那一脚接触之后 陈峰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而随着一声轰然巨响 林雨时的那双腿 则是直接打碎 化作漫天血雾 他的身体只剩下了上半截 也被那残余的力量 给打得几乎破碎 重重地摔在地上 就这一下 不但彻底废掉了他的修为 而且让他重伤冰死 他发出凄厉的惨嚎 在地上瞪着冲斜的眼睛 疯狂吼叫道 怎么可能 我可是五星武皇啊 陈峰 你的实力 怎么可能这么强 陈峰微笑说道 五星武皇 很了不起吗 这句话 如一个耳光一般 狠狠地扇在了林雨时的脸上 他脸上一阵通红 感觉火辣辣的 刚才他以这句话来羞辱陈峰 却没想到 最终 反而是他被这句他自己说的话羞辱了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一般 惊呼吼道 陈峰 你不是四星武皇 陈峰一声审笑 说道 一直是你们 说我是四星武皇 我可从来没有说自己只是四星武皇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惊呆了 原来 陈峰的实力还不只是四星武皇 能够如此轻易地将五星武皇级别的林雨时打成重伤 他起码也达到了六星武皇之境 太可怕了 这陈峰几天前还是一个没有武魂 不能修炼 连五皇境都没有达到的废物 现在竟然达到了六星武皇 此人太可怕了 这一下 人群之中 大部分人看向陈峰的目光中都是充满了敬畏 但是 还有一部分人 却依旧是嘴硬 不屑说道 那又如何 就算六星武皇 实力也不怎么样 他们这些人其实也知道 陈峰实力强大 只不过是碍于面子 不愿承认 毕竟 刚才他们刚刚对陈峰出言不逊 陈峰就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 让他们很是下不了台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说 而他们也觉得 陈峰不会把他们怎么样 所以才如此肆无忌惮 听见这些话 陈峰目光之中 杀气一闪而过 但是 陈峰还没有说话 对面的凌雨时 便是凄厉无比的吼叫道 陈峰 你这个该死的狗东西 你竟然敢叫我打成重伤 哦 还不服气是吗 陈峰眼中杀气一闪而过 静止向前走去 我不但 会将你打成重伤 我今日 他停顿了一下 一字一句说道 更是会直接将你宰了 陈峰说这话的时候 杀气凛冽之气疯狂涌出 直接向着林雨时狠狠地压了过去 瞬间 林雨时脸色变得煞白 心中涌起极度恐惧 陈峰说的这话 里面充满了无比的狠辣与决绝 让他骤然间意识到 陈峰是绝对敢杀了他的 他心中恐惧无比 颤声说道 你 你 你不敢杀我的 你不敢杀我的 你若是感动我的话 我大哥不会放过你 哦 你们大哥 陈峰微笑问道 那又是哪位 人群之中 已经有人大声喊道 他们大哥乃是福家长子 福文斌 陈峰挑了挑眉头 他对福家也有一些了解 这福家也是昭歌天子城之中的大家族之一 只不过 却是远远达不到薛元家族的境界 事实上 别说薛元家族了 他连穆家都比不上 只不过是一个六品家族而已 只不过 这六品家族 其实在昭歌天子城之中 已经不算是弱了 像是柳家和灵家 这种也就是个三品四品家族罢了 所以 福家的长子 乃是他们的大哥 也是他们的靠山 看见陈峰这般神色 林语时以为他怕了 大声说道 听见我大哥的名字 怕了是吧 现在赶紧将我们放开 赔礼道歉 我大哥到时候 还能饶你一条性命 要不然的话 我大哥来了 会直接叫你斩杀 福家长子 福文斌 七星五皇之境 在这六品家族里面 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了 但是 也丝毫不被陈峰放在眼里 在他心里 七星五皇不过二 陈峰看向林语时 说道 你觉得你大哥来了 就能对付我 行 你尽管将他找来就是 好 陈峰 你好大胆 既然如此 你就等着我大哥来 将你废了 说着 林语时咬咬牙 从怀中取出一个愈合 然后 啪的一声 直接捏碎 顿时 天空之上 一个硕大的红色花卉 骤然绽放 还有一股股玄傲的波动同时出现 传出去很远 想必 他这是释放信号 想要求助于符文兵 而片刻之后 远处一个庞大的气息 直接向着这边 以极快的速度不断接近 围观众人 此时比刚才 又是多了十倍 他们感受到这股气息之后 都是发出巨大的惊呼 这是七星五皇的气息 七星五皇的气息 我不会分辨错的 哪怕在这昭歌天子城之中 七星五皇 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了 这一次 符文兵来了 陈锋绝对难以幸免 没错 陈锋绝对不会是符文兵的气息 这可是堂堂七星五皇啊 陈锋他就算进展再快 又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 这陈锋啊 我都不会输给他 更别说符文兵了 尤其是刚才那些嘲讽陈锋之人 此时更是得意 纷纷大声说着 陈锋没有说话 只是目光从他们脸上缓缓扫过 下一刻 一道人影从天边出现 然后急速接近 不过是刹那之间 便是直接来到众人面前 此人 乃是一个三十余岁的青年 身材中等 长相也是颇为平凡 没有丝毫出奇之处 只是 他的脸上 却是挂着非常和煦的微笑 似乎很是人畜无害 而他身上的气势 也是颇为庞大 不容忽视 本章完 第2652章 乖孙子 这才对吗 看到他的到来 林雨时和柳天宗两人 都是如同见了主心谷一般 发出凄厉的大喊 大哥 你来了 大哥 帮我们报仇啊 宰了陈锋这个狗东西 大哥 陈锋害我们成这个样子 你一定要为我们报仇啊 符文斌听到他们的声音 然后看到他们这般样子 顿时眉头皱了一皱 而后 他的目光 便是落在了陈锋的身上 只是 他的目光落在陈锋身上之后 却不是如同周围人想象的那般 恶言相想 立刻动手 恰恰相反 他脸上露出一抹诧异之色 下一刻 这一抹诧异 则是变成了一丝恭敬 甚至恭敬之中 还透着点谄媚的意思 他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 快步向着陈锋走去 走到陈锋面前之后 却是深深一躬 说道 阁下 就是陈锋陈公子吗 众人进阶哗然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这符文斌 对陈锋这么客气 不应该啊 陈锋哪怕是实力很强 也达到了七星武皇 符文斌 也不应该对他这么客气 是啊 符文斌可是实力强大 同时拥有三千年级别的武魂 前途不可限量啊 他为什么会对陈锋这样 我没看错吧 我觉得 他好像对陈锋 还有点巴结似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而陈锋面对着符文斌的这恭敬 心中微微一动 已经想到了什么 淡淡说道 没错 我就是陈锋 听到陈锋肯定的答复之后 符文斌立刻点点头 而后 他转过身去 走到柳天纵和陈锋石面前 啪啪啪 便是几个大耳光子 狠狠地扇在他们的脸上 他用劲儿极大 这几个大耳光子 直接将柳天纵和陈锋石两个 打得脸扇得肿得如同猪头一般 一声惨叫 鲜血混合着碎牙齿 直接飞了出来 甚至 陈锋石的舌头 都被打掉了一块 他们两个脸上露出极度不敢置信的神色 进阶发出惊呼 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 大哥 你为什么要打我们 是陈锋栋的手啊 大哥 你干什么这是 他们两个都傻了 而符文斌则是一声冷笑 盯着他们 银狠说道 你们两个狗东西 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 竟然敢得罪陈锋公子 我们得罪 那个废物怎么了 大哥 你为什么要想着 那个废物说话 林语石还在嘴硬地大喊 还敢说 废物 你说陈公子是废物 你敢说陈公子是废物 符文斌器的额头青筋暴跳 又是一个大耳瓜子 扇在了他的脸上 林语石差点被直接打晕过去 符文斌脸上露出一抹 极度不屑的笑容 摇了摇头 盯着他们 银狠说道 你们可知道 陈公子 就在昨日 就在轩辕家族的五魂测试之中 刚刚觉醒了 超越万年级别的五魂 他看着林语石和柳天纵 一字一句道 你们两个还说人家是废物 谁给你们的脸 若陈公子是废物 你们算是什么东西 跟陈锋公子相比 你们才是不折不扣的废物 懂吗 他说出的这番话 不斥于石破天惊 骤然掀起轩然大波 轰的一声 人群之中顿时炸了锅了 什么 万年级别的五魂 陈锋竟然拥有万年级别的五魂 不可能吧 他不但实力提高到这等境界 而且 五魂竟然提高到万年级别了 老天爷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这真是让人不敢置信 既然是符文斌口中说出来的 那么一定不会错 符文斌不但实力强大 而且为人非常的精明 他不确定的消息 是绝对不会向外乱说的 没错 他的消息来源非常广泛 而且可靠 这个时候 有人看向刚才人群之中 对陈锋出言嘲讽的那些人 哈哈笑道 这些人刚才之所以嘲讽陈锋 就是因为 他们觉得 哪怕陈锋实力强大 但是没有五魂 依旧是一个废物 哈哈 现在怎么样 和陈锋相比 他们才是不折不扣的废物 没错 陈锋拥有万年级别的五魂 何等强大 刚才对陈锋出言嘲讽的那些人 此时则都是脸色惨白 林雨时和柳天宗两个人 也直接蒙住了 他们两个趴在地上 眼神直勾勾的 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片刻之后 方才齐齐发出惊呼 目光之中露出巨大震撼 原来 陈锋觉醒万年级别五魂的消息 现在只有轩辕家族的人知道 外人是不知道的 他们也是刚刚得知 他们两个对视一眼 都是从对方目光之中 看到了极度的恐惧 以及 一丝绝望 他们本来以为 符文兵来了 就能够对付陈锋 却没想到 符文兵对陈锋毕恭毕敬 巴结到了极点 而陈锋 更是拥有万年级别的五魂 这让他们意识到 陈锋的强大 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他们面对陈锋只有绝望 没有任何的其他 陈锋根本是现在的 他们所惹不起的强大敌人 他们心中恐惧到了极点 绝望到了极致 符文兵走到陈锋面前 点头哈腰 满脸恭敬地说道 陈公子 我这两个小兄弟 言出无状 得罪了您 您大人大量 别跟他一般见识 陈锋微笑说道 刚才你这位两位兄弟 似乎对我颇为不屑 而且 很是对我出言不逊 他说 我好像不敢动他 不敢要他的命 你说 我若是现在真的不要他的命 那么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说着 他指了指灵雨时 一听陈锋这话 符文兵立刻心领神会 他立刻回过身去 一个大耳光 狠狠地扇在那灵雨时的脸上 他立声吼道 你他娘的 还不赶紧跪下给陈锋公子请罪 要不然的话 待会儿陈公子直接宰了你 谁都救不了你 其实 林雨时已经是完全下破胆了 他没有想到 陈锋不但不是个废物 还是一名大高手 实力远远超出自己想象 非但如此 他更是拥有了超越万年级别的武魂 这已经是把他完全给吓尿了 已经是颠覆了他的认知 而此时 他心中激凌凌地颤抖了一下 忽然之间 一片清明 意识到此时的陈锋 绝对是自己得罪不起的 他对陈锋 再也没有了丝毫的不屑 心中有的只是恐惧和敬畏 他干脆无比地 直接跪倒在地 向着陈锋连连磕头 大声喊道 爷爷 陈锋爷爷 陈锋爷爷饶命 陈锋哈哈大笑 快意知及 乖孙子 这才对嘛 那我就饶你一条狗命 陈锋心中快意到了极点 本章完 第2653章 滚出来 与我一战 周围人那敬畏尊敬的目光 让陈锋心中 及时开怀 他握紧了拳头 这就是实力强大的好处 忽然 他脸色又是变得冰冷 有一些账 现在也该算了 说着 陈锋转过头去 他看着人群 我记得 刚才似乎有人说过 六星五皇实力也不怎么样是吗 陈锋此时 忽然身子一转 他看向了人群之中 而后手一点 直接指向了一个刚才说 六星五皇实力也不怎么样的人 他微笑着 看向说话的那人 说道 这个兄台 你出来 跟我比划比划 我倒想见识见识你的实力有多强 那人此时已经是完全被吓傻了 他还没有 从刚才陈锋的武魂 达到万年级别的巨大的震惊之中挣扎出来 此时 忽然看见陈锋向他挑战 一瞬间 他脸色变得煞白 心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 我死了 我死了 我怎么能跟他打 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 我若是跟他战斗的话 我连一招都戒不下来 直接就会被他斩杀 我不能跟他打 他心中充满了慌乱 脸色苍白无比 身子连连后退 颤声说道 我不跟你打 我不跟你打 此时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落在了他的身上 看到他这般反应 不少人都是发出嘀嘀的吃笑 而且 有很多人都是脸色难看 恐惧至极 他们都是刚才对陈锋出言不逊 颇为不屑之人 此时都是 生怕陈锋也会找上他们 一个个都是脸色恐惧 不少人甚至悄然往后退 想着赶紧离开 呦 不敢跟我打 陈锋一声冷笑 刚才 你不是说我不是你对手 你不是说 你也能够赢了我吗 那么 来啊 过来与我一战啊 陈锋盯着他 微笑着说道 他在笑着 但是落入那人的眼中 这不至于是恶魔的微笑 他知道这个人能够要了自己的命 他站在那里 口中喃喃地说着什么 但是却连他自己都听不出来 自己说什么 他眼中满满的都是恐惧之色 连句话都不敢回 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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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高了声音 一声爆吼 滚出来 与我一战啊 今日 我让你知道 我到底有没有那么强大 陈锋这一声爆吼 终于将他最后一丝胆量 最后一点犹豫 也给吓得无影无踪 他扑通一声 直接跪倒在地 向着陈锋连连磕头 大声喊道 陈锋 我不敢与你战斗 我不敢与你战斗 你饶了我吧 求求你 不要杀我 他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恐惧 精神激进崩溃 陈锋看着他 微笑问道 谁是废物 我是废物 我是废物 他赶紧一叠声喊道 知道自己是废物就行 陈锋冷冷说了一句 根本就不屑于再理会于他 陈锋目光在所有人脸上扫过 此时 周围围观之人 足有数万 接触到陈锋的目光 所有人都是低下头去 不敢与他对视 秋日正午的阳光洒下 明媚而柔软 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嘴角露出一抹浓浓的欣然笑意 只觉心怀舒畅 这 就是实力带来的一切 他心中大喊 我之前 俗物缠身 又是修为被废 白白浪费了那么久的时间 都没能够提升实力 不过这段时间 倒是也让我沉淀下来 稳固在了现在的境界 陈锋哈哈大笑 向前而去 口中高声道 从此刻开始 我又能够疯狂提升实力 又是能够向着那武道巅峰 继续发起冲击 他的笑声 惊动了所有人 所有人都是呆呆地看着他 若是之前陈锋这样做的话 他们会大声吃笑 不屑一顾 但是现在 他们却都是用非常惊恐敬畏的目光 看着陈锋 有人更是凑上前去 大声说道 没错 陈公子说的没错 小人在这里 先预祝陈公子实力飙升 早日踏足巅峰 有了这个人带头 旁边不少人 都是一脸巴结地凑上前去 纷纷说着吉祥讨喜的话 陈锋看着他们 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笑容 他冷冷地看着那些 围在自己身边谄媚的人一眼 不屑一笑 理都没有理他们 陈锋只是 仰天大笑而去 陈锋离去 人群也在悄然散去 只是 他们走之前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依旧是充满了敬畏 可以想象 陈锋今日 做的这些事情 陈锋拥有超越万年级别 武魂这件事 和一定会随着他们的口 让更多的人知道 陈锋离开人群向前走去 很快走过几条街 然后来到一条小巷中 进入那小巷里面 前方不远处 就是一个牌匾 少年抬头看去 七星生要铺五个字 映入眼帘 没错 陈锋的目的地 就是这里 而他此次过来 就是为了买九阴阵魂丹 以及燃血造化丹 那家药铺虽然不起眼 但实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商会的下属分支 里面的药物非常齐全 价格也是公道 所以 陈锋还是打算去哪里 陈锋缓步踏入这小店之中 虽然和上一次 来这里时间只是隔着几天 但是陈锋此次过来的时候 心境已经是大为不同 前几天 他刚刚过来的时候 还是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 实力也是连五皇境都没有达到 更是贫困潦倒 想要换取母亲需要的丹药 都要去当东西才可以 但现在 却是完全不一样了 陈锋一进来 便是看到那柜台后面站着一个人 正是老相识 文成画 文成画也看到了陈锋 他的脸上立刻露出一抹阴狠和怨毒 狠狠地盯着陈锋 目光里面充满了恨意 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满脸不屑地说道 小子 你又过来干什么 上一次给你老娘买的那些丹药 这么快就吃完了 怎么 他幸灾乐祸 满脸怨毒地说道 你老娘的病情是加重了事吗 他可是很盼望这一幕的发生 陈锋听到这句话 瞬间脸色变得极为的阴冷 目光之中充满了冰寒的杀鸡 本章完 第2654章 嘴剑 就该长嘴 陈锋本来不愿意跟这种小人一般见识 但是文成画的这句话 却是将陈锋给彻底激怒了 他走上前去 盯着文成画 声音森冷无比 杀气凛然四射 说道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试试 文成画接触到陈锋那凶狠而又冰冷的目光 感受到那股强大的气势 一瞬间 激凌凌地颤动了一下 他的目光之中露出一抹恐惧之意 他感觉自己会被陈锋的气势给直接活生生地压死 他感觉 陈锋的气势强大无比 自己根本无法抵挡 他不由地接连后退两步 脸色一白 但接着 他心中便是涌起一股恼羞成怒之意 我怕他干什么 他只不过是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罢了 他连五黄镜都没有达到 他就是个废物 我怕他干什么 这个小崽子 不过是在这里虚张声势罢了 他消息闭塞 地位低下 根本就不知道陈锋的真正实力 根本就不知道 陈锋已经是今非昔比 而心中这么一想 他的胆气立刻就撞了起来 他盯着陈锋 阴狠说道 陈锋 你这个小崽子 我告诉你 现在你可没有一仗了 他指了指上面说道 这家店铺的管事 已经是被调到上面去了 现在心调来的管事 那是我的妹夫 他昂着下巴 一脸傲然地盯着陈锋 等待着陈锋 露出震惊莫名的表情 而陈锋只是站在那里 冷笑不语 文成化一看陈锋这个反应 立刻恼羞成怒 目光之中更加阴狠 实际上 他是在吹嘘 这个心调来的管事 根本不是他的妹夫 只是 他听闻新调来的这个管事 颇为好色 所以 为了巴结这个管事 赶紧把自己的妹妹 眼巴巴地送给人家做小妾 以求能够巴结那人 好稳固他在店里的地位 不过 他妹妹确实长相颇美 也是很受那名管事的喜爱 所以 他现在态度更加地嚣张 为人更加娇横 他盯着陈锋 不屑说道 你刚才不是让我说一遍吗 好 我就再说一遍又如何 你那老娘的病情 是不是又加重啊 说着 还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而他刚刚笑了一声 话音未落 啪的一声巨大的脆响 便是在这店里响起 与之伴随而来的 则是一声淒厉的惨叫 陈锋一巴掌 便是狠狠地扇在他的左脸之上 文成话捂着嘴 瞪着陈锋 满脸的不敢置信 他的牙齿被打落 一张脸被打得肿得如同猪头一般 舌头都是被打肿了起来 说话已经是非常不利索 他含含糊糊地盯着陈锋 满脸愿毒地吼叫道 你 你竟然敢打我 为什么不敢打你 打的就是你这个狗东西 陈锋冷冷笑道 你敢说 我就敢打 文成话满脸愿毒地吼叫道 我妹夫不会饶了你的 我妹夫一定会宰了你的 小崽子 你给我等着 今日我让你无法活着 走出这家店 哦 是吗 陈锋冷冷一笑 啪的一声 又是一个大耳光子 狠狠地扇在了他的左脸之上 他微笑说道 嘴一剑就该打 小子 你找 那个死字还没有说出来 陈锋就 又是一个大耳光 扇在他的脸上 微笑说道 我找什么 他满脸愿毒的目光盯着陈锋 于是 陈锋啪的一声 又是一个大耳光子扇在他的脸上 微笑说道 你再盯着我看 再盯着我看啊 说着 噼里啪啦 反手正手十几个大耳光子 便是狠狠地扇在了文成话的脸上 瞬间 就将文成话一张脸 打得完全肿了起来 眼眶充血 眼睛眯成一条缝 鲜血和碎牙碎肉 在他嘴里不断喷出 他整个人都已经给打梦了 甚至 他的颅骨都是被震碎 他感觉自己脑袋剧痛 一阵发懵 心中一个恐惧的想法 更是涌了出来 他这样会把我活活打死的 他会将我活活打死的 他看着陈锋的目光之中露出一抹恐惧之色 惊呼吼道 你竟然要杀了我 你竟然真的敢杀我 陈锋冷笑说道 我为什么不敢杀你 此时 文成话看着陈锋的目光之中 那嚣张终于是被掩盖住了 取而代之的则是浓浓的恐惧 他意识到 陈锋根本不怕他 他的威胁对陈锋毫无作用 而且 陈锋是真的敢将他斩杀 这个时候 忽然 那内奸之中 一道充满了怒意的声音传了过来 住手 听见这个声音 文成话脸上露出一抹兴奋之色 就好像是见了救星一样大声喊道 妹夫 快救我呀妹夫 他满脸猙獰地看着陈锋 小崽子 你完了 我妹夫来了 这一次 你必死无疑 哦 是吗 陈锋看着他 微笑说道 我还真想试试呢 那道声音又一次传来 住手 陈锋却是如同没有听见一样 依旧是一记耳光 一记耳光的 狠狠地扇在文成话的脸上 将文成话打得连连失声惨叫 此时 文成话心中浓浓的恐惧 再一次涌了起来 他发出凄厉的惨叫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要被活活打死了 求求你 不要打了 那个声音充满了怒气 音量陡然之间拔高了 我让你住手 你听到没有 陈锋头也不回 只是嘴角勾勒出 一抹懒洋洋的笑容说道 我听到了呀 但是我不愿意停手 说着 他转过头去看向了那个人 只见 从内奸之中走出来的 是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 身穿一袭绿色长袍 长相颇为威严 只是 那眉宇之中 有着一丝浓浓的贪婪 与狠辣散步 显然 此人绝非是个善茶 陈锋看着他 一字一句说道 你能拿我怎么样 他在说这句话的同时 还在一记耳光 一记耳光的 不停地扇在文成画的脸上 文成画想要逃脱 但是他发现 陈锋的力量将他完全笼罩 让他根本就无法逃脱得了 他此时心中充满了畏惧绝望 刚才见到他妹夫之后那种欢喜 那嚣张 消失得无影无踪 本章完 第2655章 来吧 让我见识见识 他感觉 再被打 自己就要被活生生地打死了 终于 他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向着陈锋连连磕头 颤声喊道 求求你 陈大人 陈爷爷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我了 小的之前瞎了眼 得罪了你 是小的不是 求您不要再打了 他跪在那里 嚎啕大哭 涕泪横流 痛哭求饶 陈锋直到此时 才住了手 而走出来的 那名绿袍中年人 盯着陈锋 目光如毒蛇一般 满脸婴狠 小子 你敢在我的店里这么动我的人 你是找死不成 陈锋看着他 但但说道 我来这里 不是来找死的 我来这里是来买单药的 只不过嘛 他看向文成画 若是有人出言不逊 那我只能好好收拾收拾他 给他一个教训了 文成画此时 见陈锋终于不打了 亮亮呛呛 退出老远 他退到一个 自认为安全的距离之后 脸上神色忽然变得 猙獰而又嚣张 满脸愿毒的尖锐叫道 妹夫 杀了他 这个小兔崽子 就是那废物陈锋 他上来之后就打我 差点把我打死 妹夫 你一定要为我出气 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他自认为来到这里之后 陈锋不能拿他怎样 对他无可奈何 因此 他又一次变得嚣张起来 哦 你就是陈锋 那绿袍中年人看着陈锋 眉头微微挑了挑 接着 嘴角就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 带着一丝嘲讽说道 那个轩辕家族的废物陈锋 陈锋看着他 没有说话 而这名绿袍中年人 脸上的不屑之意更加浓厚 显然 他也是听说过陈锋的名字的 因此对陈锋极为的不屑 他上下打量着陈锋 说道 我早就听说过 那轩辕家族废物陈锋的名字 早就想见一面了 不过一直没有机会 原来竟是这个样子 倒是一副好皮囊 可惜啊 他摇摇头 撇撇嘴说道 不过是个酒囊饭袋罢了 除了这皮囊 你还有什么 你就是个废物 他看着陈锋 微笑说道 我是尼俊宇 现在是这个要谱的管事 他此时脸上神色还是云淡风轻 但是下一刻 就变得极为的猙獰 盯着陈锋恶狠狠地说道 我现在既然是这个要谱的管事 那么你敢动我手下的人 老子就宰了你 说着 他身上的气势疯狂涌出 铺天盖地一般 充色于这殿中 这殿里 顿时气势纵横 强大之极 在边边角角处的文成画 都感觉自己有些喘不过气来 不过 他不禁反喜 狂呼吼道 尘封小崽子 你这个废物 你今天必死无疑 我妹夫可是堂堂七星武皇高手 更是拥有着千年级别的武魂 他一出手 你今月必定会死在这里 尸骨无存 他大声喊道 妹夫 杀了他 为我报仇啊 尘封嘴角露出一抹淡然笑意 不过就是七星武皇罢了 还不过就是七星武皇罢了 小子 你当真是好大的口气 真是不自量力 七星武皇随时可以要你的命 我一出手 你便是尸骨无存 尼俊宇大声吼道 他脸上表情更加不屑 说道 你明明就没有任何的实力 就是废物一个 还在这里装样子 他根本不知道 尘封的实力是何等的强大 还以为尘封是在这里装 尘封露出一抹审笑 很是不屑地摇摇头 下重何以与兵 跟这种人 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勾了勾手指 说道 来吧 就让我见识见识你这七星武皇是什么样的 尘封这番态度 更是激怒了尼俊宇 他立声吼道 小崽子 死吧 说着 便向着尘封冲了过来 眼看着下一刻 他就要和尘封交手 尘封目光微冷 下一刻 他会让尼俊宇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强大 会让他知道他的七星武皇在自己面前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但是 就在这时 忽然从药铺外面传来一个冷卧而又稳重的声音 怎么回事 下一刻 一道浑厚的力量涌入 直接轰击在尼俊宇打出的那攻势之上 尼俊宇的攻势碰到这股力量 顿时冰消雪荣 消失得无影无踪 尼俊宇一声惊呼 什么人 什么人 是我 那道冷漠沉稳的声音又一次传了过来 然后 一行人便是走了进来 这一行人之中 为首的乃是一名紫袍中年 身材非常的高大魁梧 脸上挂着一抹温和的微笑 尘封看到他 不由挑了挑眉头 原来这是个书人 正是之前这里的药铺管事 现在已经高升的那陆玉堂 陆玉堂看见尘封 也是颇为的诧异 而后 他板着的那张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拱拱手说道 陈公子 陈锋也是拱手环礼 见过陆管事 陆玉堂向陈锋点点头 然后便是看向了尼俊宇 眉头皱起 说道 怎么回事 为何跟客人起冲突 尼俊宇看见他 脸上闪过一抹畏惧 不过 也只是略有一些畏惧而已 却不是多么的忌惮 毕竟 他能够执掌着一家店 也是颇有背景的 只不过表面功夫终究要做出来 他拱手 颇为有些恭敬地说道 陆大人 这陈锋今日过来之后 横行霸道 先是打上了店里的伙计 文成化 然后又口出恶言 声称要砸了咱们这家店 属下实在是忍不住心中怒火 为了维护咱们店 不得不向他出手 还请大人明见 哦 是这样的 陆玉堂用审视的目光 看着尼俊宇 文成化大声喊道 大人 就是这样 陈锋这个狗崽子 上来就口出恶言 还打我 你看他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 在陆玉堂身后 还跟着十几名侍卫 这些侍卫 都是身穿统一样式的铠甲 一个个气势颇为强大 他们看见文成化的惨状 脸上都是露出一抹愤怒之色 显然是信了他的话 本章完 第2656章 怀疑 嘲笑 而陆玉堂 却不是这么好哄的 他冷笑一声 说道 我让你说话了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什么东西 今日之事 肯定是你挑起来的 文成化不由的一致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得站在那里 嘴里 也不知道嘟囔的什么 陆玉堂又是看向尼俊宇 冷冷说道 你也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娶了这小子的妹妹 自然会维护于她 待会我再跟你算账 尼俊宇一听这话 脸色先是一清 然后脸上 那最基本的恭敬 都是消失不见了 反而闪过一丝力气和争鸣 他冷笑说道 好啊 算账就算账 我倒要看看 到时候这笔账算到大小姐面前去 到底是谁赢谁输 小姐明察秋毫 可不会被奸人所蒙蔽 说着 一阵冷笑 在旁边看着 陆玉堂看向陈锋 微笑说道 陈公子 不知道这一次 你想购买什么样的丹药 陈锋微笑说道的 今日前来此店 要买两种丹药 第一种是九阴镇魂丹 哦 你要买九阴镇魂丹 他话还没有说完 那边倪俊宇便是一声吃笑 不屑说道 你九阴镇魂丹干什么 你连五魂都没有 买回去喂狗吗 陆玉堂就当没有听见 看着陈锋 微笑说道 不知道公子买这九阴镇魂丹 是要自用 还是给他人用 陈锋微笑着吐出两个字 自用 自用 听到这两个字 陆玉堂浑身都是震战了一下 脸上露出一抹震撼之色 他看着陈锋说道 公子的五魂竟然恢复了 陈锋微笑说道 没错 确实恢复了 若是你这段时间 多多留心的话 应该能够知道我五魂恢复的消息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我们留意 你以为你是谁啊 尼俊宇不屑地说道 陈锋看着他 眉头皱了皱 眼中杀鸡一闪而过 怎么哪都有他 陈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现在没有爆发 是看在了陆玉堂的面子上 毕竟 陆玉堂之前 对他颇多照顾 而此时 陆玉堂已经完全无视了 尼俊宇说的话 他看着陈锋 脸上露出浓浓的震撼之意 他不同于常人 他对陈锋的过往 是有一些了解的 他知道 陈锋过去的天赋 是何等的强大 而在他背后 也有人观照他 让他多盯着陈锋一点 所以他才会对陈锋 另眼相看 他很清楚 若是陈锋武魂恢复的话 那么陈锋的武魂 一定非常的强大 一定是极为的强横 尼俊宇发出一声吃笑 废物 你确定你现在神志还清醒吗 他看着陈锋 发出一阵不屑的大笑 你说你武魂恢复了 骗谁呢 你以为 我们都是傻子 你之前没有武魂 连修炼都做不到 只是废人一个 现在你说你能修炼 你说你恢复了 这不胡扯吗 武魂哪里那么容易恢复 你当武魂是什么 他满脸不屑地看着陈锋说道 一个废物还在这里胡言乱语 真是可笑 显然 他根本不相信 陈锋已经恢复了武魂 然后 他又看向尼俊宇 撇了撇嘴 家枪带棒的嘲讽说道 陆玉堂 你现在也算是同管一方的大管事了 怎么能如此轻信人言 我看啊 以你的性子 只怕是无法完成大小节对你的期待啊 陈锋看着他 眉宇之中闪过一抹灵力的杀气 尼俊宇看着他 大声挑衅说道 小崽子 你看什么看 难道你还想跟我动手不成 他阴狠地盯着陈锋说道 告诉你 刚才若不是陆玉堂到来 现在我就已经将你杀了 陈锋摇摇头 心中很是不屑 感觉极为可笑 刚才若不是陆玉堂的到来 自己就已经让他见识 自己的实力是何等的强大 并且将他了结了 哪里还轮得到他现在狂妄自大 不知死活 实际上 刚才陆玉堂的到来 是救了他一条命才对 陆玉堂说道 陈锋公子 你不用跟他一般见识 他有些急切地问道 不知陈公子此次来 是要买第几级别的九阴镇魂单 这句话就问得很是聪明 九阴镇魂单 各个级别的武魂都可以用到 只不过 等级有高有低罢了 随着年份的不同 等级也不同 百年级别的武魂 对应的是一级九阴镇魂单 五百年级别的 对应的是二级九阴镇魂单 千年级别的 对应的 则是三级九阴镇魂单 而五千年级别的 对应的是四级九阴镇魂单 至于五级九阴镇魂单 那就是万年级别的武魂 所对应的了 陆玉堂颇为急切期待地看着陈锋 想从他口中 听到那个数字 陈锋微笑着伸出一个手掌 说道 五级的九阴镇魂单 什么 五级的九阴镇魂单 陆玉堂整个已经是被震撼傻了 他不敢置信地发出一声惊呼 身体重重地颤抖了一下 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满满的都是不敢置信 他本来以为 陈锋应该会说三级的九阴镇魂单 最多则是会说四级的九阴镇魂单 却没想到 他这一次竟然一下子要买五级的九阴镇魂单 这也就意味着 他看着陈锋颤声说道 难道说 你的五魂已经是达到了 陈锋微笑点点头 没错 我的五魂已经是达到了万年级别 陈锋话音刚落 突然旁边响起了一阵巨大的笑声 哈哈哈哈 五级九阴镇魂单 哈哈哈哈 万年级别的五魂 老天爷啊 爷我听见了什么 我听见了一个废物的梦话 尼俊宇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 万年级别的五魂 你怎么不说 你是十万年级别呢 那我岂不是百万年级别呢 他盯着陈锋 说道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小兔崽子 你这个废物 你真的是在做梦 就你 还万年级别的五魂 他忽然脸色一冷 盯着陈锋说道 就让我把你从这梦里惊醒吧 你连五魂都没有 更别说万年级别了 像你这样的废物 就不配拥有五魂 本章完 第2657章 现在 跪下叫爹 而在旁边 文成化也是奸声大笑 陈锋 你是不是疯了 我看你不应该叫陈锋 应该叫陈锋子才对 你竟然说 你有万年级别的五魂 你怎么不说 你是在昭歌天子城第一人呢 我看你是想五魂想疯了吧 在陆玉堂身后 那众多侍卫脸上 也都是露出一抹狐疑的神色 显然 他们也是对陈锋 拥有万年级别的五魂这件事 颇为的怀疑 他们还不知道 在薛元家族五魂测试之上 发生的事情 有几个人 甚至脸色都是 有些不屑 他们认为 陈锋在狂言骗人 尼聚宇看着陈锋 极为不屑地大声说道 陈锋 你说 你有万年级别的五官 那你亮出来看看呀 你不信是吗 陈锋看着他 冷冷说道 我若是有这五魂 你便如何 你若是有万年级别的五魂 我就跪下来 管你叫爹 尼聚宇大声说道 他一脸的嚣张 显然根本不认为 陈锋有万年级别五魂的可能 陈锋哈哈大笑 看着他说道 行 今日你这个乖儿子 我还就认定了 说着 陈锋一声怒吼 目光扫向所有人 大声说道 不相信我有万年级别的五魂是吧 今天 我就让你们掌掌见识 开开眼 说着 他双臂一阵 强横无比的气势 从体内 轰然涌来 下一刻 陈锋身后空气 骤然骤了一下 而后 波光零零 一个巨大无比的 虚影 悄然出现 这个巨大的虚影一出现 整个店铺瞬间都是被震得疯狂地颤抖起来 这个巨大的虚影 几乎将这偌大的店给直接撑坏 而现在 陈锋的那八舌五魂 实际上只不过是刚刚出现了头颅的一脚罢了 没错 不是整个八舌五魂的一脚 而只是那头颅的一脚 就已经是要将这店铺给活活撑睡 陈锋身后的气势越来越强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是震惊了 纷纷发出惊呼 这是什么 五魂竟然如此强横 我感觉 这五魂的气势 起码也达到了万年 没错 这五魂 绝对极为的强大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现在 你们还想再看看 然后下一刻 他将那八舌五魂的头颅 又释放出来一点 于是 轰的一声 那店铺周围的墙壁都被活生生撑碎了 店铺的屋顶也是被直接掀开 墙壁塌陷 这里成为废墟 就算是这样 那八舌的头颅 也只不过是露出来不到十分之一把 但就是这不到十分之一的头颅 也都是让陆玉堂等人 全部倒吸一口凉气 齐齐后退几步 他们看到了那巨大无比的鳞片 看到了那森然青涩的冰冷光芒 而下一刻 那八舌五魂的眼睛露出来了一缕 于是 看到他的眼睛之后 这些人就更是惊恐之极 那是一双什么样的毛子 冷漠 冰寒 充满了凌冽无比的杀机 他们都吓呆了 与此同时 强大无比的气势 铺天盖地地压下 陆玉堂颤声喊道 万年级别 这绝对是万年级别的武魂 不 应该说 已经是超越了万年级别 陈锋微微一笑 陆大人 好眼力 我的武魂 确实已经超越了万年级别 而后 他转头 看向旁边的尼俊宇 微笑说道 还需要再看吗 还需要再证明吗 尼俊宇此时 整个站在那里 如同泥塑木偶一样 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木讷无神 整个人完全傻了 他张大了嘴 嘴唇吸动着 颤抖着 眼中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 下一刻 他看着陈锋 发出一声巨大的惊呼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 有如此强大的武魂 你怎么可能有 超越万年级别的武魂 这不可能啊 他发出不敢置信的惊呼大喊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可能不可能 不是你说了算的 有件事 我知道 你应该做了 那就是 说着 陈锋一声利吼 现在 跪下叫爹 尼锋于此时 终于回过神来了 他看着陈锋的目光之中 还是有着难以言喻的巨大震动 只不过 当听到陈锋让他跪下叫爹的时候 他脸上闪过一抹阴狠之色 盯着陈锋 冰冷说道 小崽子 你说什么 你敢让我拐你叫爹 你算是什么东西 陈锋眼睛立刻眯了起来 充满了危险的光芒 看着他冷冷说道 看来 你是想抵赖了 没错 我就是想抵赖 那又如何 尼锋宇非常霸道地说道 陈锋微微一笑 想抵赖是吧 好啊 那也很简单 说着 他一声怒喝 那五魂直接向着尼锋宇 狠狠地压了下去 尼锋宇发出一声爆吼 就你有五魂是吗 就只有你有五魂是吗 你以为我没有 说着 他身后也是波光闪现 虚影悄然而出 一道巨大的五魂 在他身后出现 他的五魂乃是一头巨龙 气势也是 极为强横 他哈哈大笑道 我的五魂 也是达到了足足三千年级别 并不比你的五魂差多少 在他看来 陈锋的五魂 也就是万年而已 而现在他的五魂有三千年 并不比陈锋差 并不差多少是吗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微笑 心中感觉人当真是可笑 如此狂妄自大 他历生喝戴 把就让你看看 到底是差多少 说着 陈锋的那八舌五魂 向着对方的那巨龙五魂 缓缓压去 一开始 那巨龙五魂 还在那里摇头摆尾的示威 但是下一刻 当他看到八舌五魂魂的眼睛的时候 立刻整个身子都是僵局了 发出一声惊恐的凄厉叫声 身子向后剧烈地抽了一下 八舌五魂那瞳孔之中 没有任何的情愫 有的只是森然冰冷 他甚至连吼叫都没有 都没有做什么打的动作 只是向前探了探头 只是探头而已 一个如此简单如此轻微的动作 便是让那巨龙五魂发出一声惊恐的惨叫 而下一刻 八舌的头颅狠狠地撞在了那巨龙五魂的身体之上 本章完 第2658章 晚了 轰的一声巨响 那巨龙五魂被他撞中的地方 竟是轰然破碎 化作片片光芒 直接消失 而随着这头颅不断向前 巨龙五魂的整个身体 轰的一声 直接炸碎了 巨龙五魂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声音鸟鸟 五魂的本体已经消失了 而与此同时 倪俊宇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直接飞了出去 狂喷鲜血 脸色惨白无比 他身上浮现出无数伤口 都是向外涌着鲜血 他精断骨折 大脑里一片混沌 感觉脑袋疼得几乎要炸开一样 他的气息 更是瞬间就变得极为的微弱 陆玉堂等人 进阶发出巨大惊呼 什么 怎么可能 倪俊宇的三千年级别的五魂 竟然被直接撞碎了 老天爷 陈锋的五魂恐怖到了什么程度 他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向前动了一下头颅而已 只是向前叹了叹脑袋罢了 竟然就将一个三千年级别的五魂给撞碎了 陈锋的五魂 太可怕了 太恐怖了 他们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刚才眼里的那一丝怀疑 那一丝不屑 都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 是浓浓的敬畏 甚至连陆玉堂都是如此 原来 刚才那一下 陈锋的八舌五魂 直接将尼俊宇的巨龙五魂给撞碎了 而尼俊宇的五魂消失 他也是身受重创 重伤冰死 修为大减 刚才 你说我没有五魂 可是后来我证明 我有五魂 刚才 你说我的五魂 不可能是万年级别 但是现在证明 我的五魂 确实是万年级别 刚才 你说我的五魂 就算是万年级别又怎么样 不一定敌得过你三千年级别的五魂 现在呢 陈锋微笑着看着陆玉堂 一字一句缓声说道 现在 福气了吗 尼俊宇如同疯了一样 发出凄厉的惨叫 啊 我的五魂 怎么会消失了 我的五魂 他整个人如同疯了一样 瞪着陈锋 发出凄厉的大吼 陈锋 你毁了我的五魂 我一定会报仇的 我一定要杀了你 哦 还不服气是吗 陈锋冷冷一笑 那么 我只好永绝后患了 说着 陈锋向他走去 一拳狠狠轰出 这一拳还没有到进前 尼俊宇就感觉自己的身体 几乎已经被活生生地给压碎了 他的身上 筋骨折断 发出凄厉惨叫 鲜血疯狂向外涌去 整个人看起来极为的可怖 他这一瞬间 感受到了死亡的降临 陡然间 心里绝望到了极点 他猛地意识到 陈锋这一下 是要要了他的命啊 于是 他瞬间后悔无比 为什么我要说那样的话 我为什么要挑衅陈锋 完了 我要死了 我这下要死了 他脸上露出极度畏惧之色 高声哀嚎求饶 陈锋 求求你不要杀我 我刚才是胡言乱语的 求你不要杀我 求求你 他大声求饶 甚至 他直接跪在地上 大声喊道 我叫爹 我管你叫爹了 饶了我吧 陈锋哈哈大笑 现在才知道求饶是吗 晚了 这一拳丝毫不停地落下 直接印在 尼俊宇的胸膛之上 尼俊宇的身体 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停滞在那里不动了 他眼中露出极度的后悔之色 呆呆地看着陈锋 下一刻 他心脉破碎 身子重重一歪 摔倒在地 气息全无 尼俊宇被陈锋 直接击杀 刚才在陈锋锋出拳的时候 陆玉堂嘴唇动了动 欲言又止 但是 他终归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而陈锋击杀了尼俊宇之后 又将目光投向了文成化的身上 文成化此时 已经是完全傻了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 脸上露出极度不敢置信之色 他觉得自己都要疯了 整个世界都要崩塌了 怎么会 陈锋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怎么会 我的妹夫 怎么都会不如他 尼俊宇 怎么会被他如此轻易地杀了 他怎么敢 他怎么有如此大的胆子 他怎么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老天爷 这是真的吗 他的情绪都快要崩溃了 而此时 看到陈锋将目光投向他 那目光里面充满了森然的杀鸡 他顿时便是剧烈地颤抖起来 心中充满了极度的恐惧 扑通一声 他直接干脆利索地跪倒在地 颤声道 求你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求求你 陈锋微笑说道 现在才知道 求我不要杀你是吗 抱歉 我之前就说过 我一定要杀你 谁都可以不杀 唯独你不行 说着 陈锋一声冷笑 现在 去上路吧 他一声轻贺 一拳轰出 文成化发出一声凄厉惨叫 惨叫声又戛然而止 他也是被陈锋斩杀 将他两人击杀之后 陈锋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感觉心中舒畅无比 似乎那胸怀之中的淤色 也少了许多一样 陈锋此时 忽然看向陆玉堂 微笑说道 陆大人 这你手底下养的这条狗 似乎对你不怎么攻顺了 既然这样 我就出手帮你教训了 怎么样 没什么问题吧 人都已经杀了 陆玉堂能有什么问题 他哪里还会说什么 再说了 陈锋现在如此强悍的实力 如此恐怖之极的武魂 又让他哪里愿意得罪陈锋 他微笑说道 当然没什么问题 这个狗贼得罪了公子 活该他被杀 陈锋微微一笑 然后说道 好了 今日杀人不是目的 前来买丹药才是目的 不知道我所说的那丹药 这里可有吗 陈锋问道 陆玉堂说道 这里是有九阴镇魂丹的 但是并没有达到五级的九阴镇魂丹 五级的九阴镇魂丹 需要去往更上一级的药行之中去取 陈锋点点头 陈锋说道 好 那么就有劳了 我便在此地等着 陈锋点点头问道 不知陈公子还需要什么丹药 陈锋说道 我还需要另外一种丹药 便是燃血造化丹 本章完 第2659章 一万五千枚龙血紫金 哦 燃血造化丹 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陈锋的眼中露出一抹沉思之色 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微微一闪 若有所思 他看着陈锋问道 需要多少人燃血造化丹 陈锋却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说道 在你们这里 有几种 又分为几个等级 陈玉堂说道 我们这里的燃血造化丹 一共是分为七个等级 从一级到七级 而每一个等级 都是用等级不同的 妖兽鲜血炼制而成 陈锋挑了挑眉头 原来燃血造化丹 是这么划分的 他问道 不知道一级的燃血造化丹 是有什么等级的 妖兽鲜血炼制而成 陈玉堂说道 一级的燃血造化丹 由四星妖皇级别的 妖兽鲜血炼制而成 适合五星五皇以下的武者使用 陈锋缓缓点头 说道 那么以此类推的话 六级的燃血造化丹 七 不就是用九星妖皇的 鲜血炼制而成的 没错 陈玉堂微笑说道 陈锋心中暗自震惊 这些妖兽可不是什么善类 想要用他们的鲜血 来炼制丹药 只有两种方法 一 杀了他 取其鲜血 二 将其俘虏圈养 取其鲜血炼制 后者无疑比前者更加困难 而前者就已经是够困难的了 六级的人燃血造化丹 是使用九星妖皇的鲜血炼制而成的 那九星妖皇是什么存在 那是相当于 是人类半步五地镜的强者 这也就意味着 这家药铺背后的势力 恐怖到了极点 因为 他们竟然可以猎杀 相当于半步五地镜强者的妖兽 而最最恐怖的则是 他们竟然还有七级的燃血造化丹 燃血造化丹炼制并不困难 所难以收集的是它的材料 只要是有足够强大的妖兽鲜血 就能够炼制出足够强大的 等级足够高的燃血造化丹 但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七级燃血造化丹 是使用 已经达到了妖地之境的 妖兽鲜血炼制而成的 这是一个何等样恐怖的势力 背后又是蕴含着 何等强大的力量 陈锋暗自震惊 哪怕是轩辕家族 想要猎杀一头妖帝 只怕也要强者进出 并且付出死伤 超过七成的代价 才能做到吧 陈锋心中暗自震惊之极 同时他心中一个想法 陡然燃烧起来 眼中瞬间变得火热 心脏仿佛燃烧一样 心中热气 他们有着如此多的燃血造化丹 我从他们这里 得到燃血造化丹的药方 想必不难 而我这里有黄鸟鲜血 有藤蛇鲜血 这两者的血液 只怕也丝毫不弱于 九星妖黄 甚至是妖帝尽强者吧 到时候炼制出来的 燃血造化丹 又会是何等的强大 比我单单吸收黄鸟鲜血 绝对要强大得多 我这既然巧合 得来的黄鸟鲜血 和藤蛇鲜血 只怕能够成为 我疯狂提升实力的 最重要力气 能够成为 扭转我命运的 一个转折点 陈锋心中灼热无比 只不过 他现在当然不会 索要燃血造化丹药方 陈锋只是看着陆玉堂 说道 我现在需要燃血造化丹 而且是需要 相当数量的燃血造化丹 有多大数量 陆玉堂挑了挑眉头问道 陈锋看着他 伸出一根手指 十枚 不是 难不成是一百枚 陈锋点点头 没错 正是一百枚 一百枚燃血造化丹 陆玉堂看着陈锋 倒吸一口凉气说道 陈公子 你确定吗 要知道 低于你等级的燃血造化丹 你吸收起来是没有用的 而高于你等级的燃血造化丹 你也无法吸收 只有适合你等级的燃血造化丹 你才能顺利吸收 并且顺利地提升实力 可是 适合你等级的燃血造化丹 一个月能够吸收一枚就不错了 你要买一百枚 你要吸收多久 陈锋微笑说道 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 你只需要告诉我 有没有就可以 听到陈锋这句话 陆玉堂悚然一惊 知道自己已经是犯了忌讳 他赶紧说道 是我多言了 既然如此 不知道陈公子 需要第几级的燃血造化丹 陈锋心中暗自思量 一级的燃血造化丹 适合五星五皇以下的无者使用 而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无限逼近于八星五皇 那么 他现在最需要的是 三级的燃血造化丹 陈锋说道 一百枚三级燃血造化丹 三级的燃血造化丹 陆玉堂缓缓点头 他已经从此推断出来 陈锋的实力 逼近于八星五皇了 这让他暗暗心惊 数日之前还是不能修炼 连五皇境都没有达到的 现在竟然已经达到了八星五皇 这等实力的进步速度 只能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 陈锋露出一抹为难之色 说道 只是 现在陈锋所为难的 是不知道这些燃血造化丹 加上五级的九阴镇魂丹 需要多少龙血紫金 陆玉堂算了一算 然后说道 五级的九阴柱魂丹 需要五千枚龙血紫金 而三级的燃血造化丹 每一枚都是需要一百枚龙血紫金 合计的话 一共是一万五千枚龙血紫金 一万五千枚龙血紫金 陈锋挑了挑眉头 这个数目 对于他来说 也实在是太多了一些 别说是一万五千枚了 现在的他 连一千五百枚都拿不出来 观察到陈锋的神色 陆玉堂立刻就知道 陈锋现在面临的困境了 他猜也能猜得出来 毕竟陈锋之前的日子 很是窘迫 他是非常理解的 他没等陈锋说 立刻很是善解人意地说道 不知道公子 可是手头上有些为难吗 陈锋缓缓点头 陆玉堂哈哈一笑 说道 无妨无妨 公子现在只需要 交个定金就可以 剩下的那些 公子只要能够在三月之内拿出来 那么就没有任何问题 哦 陈锋听了 微微诧异 问道 不知道需要交多少定金 陆玉堂问道 公子这里有多少 陈锋说道 只有一千四百枚 本章完 第两千六百六十章 七星商会的善意 那么定金 就是一千四百枚龙血紫金 陆玉堂断然说道 听闻此言 陈锋悚然一惊 这一次 他不是诧异了 而是震惊 同时 目光之中流露出一抹了然之色 他已经能够猜到 陆玉堂这样做的目的 但是 能够猜到 并不代表着陈锋不会感激 对方这样做 让陈锋非常的感激 这极大的缓解了他的困境 而且 对方释放出来的善意 也让陈锋感觉很是舒服 他深深地看了陆玉堂一眼 陈声说道 阁下好意 陈锋铭记于心 今日恩情 他日必有报答 一听这话 陆玉堂一天紧绷着的一颗心 立刻松了下来 他还以为陈锋会是那登高期的少年星星 不肯接受自己的善意 却没想到 他如此干脆的就接受了 这让他又是高看陈锋一眼 他哈哈一笑 说道 陈公子不必戒怀 只是区区小事罢了 两人对视一眼 都是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而后 陆玉堂便是命人前去等级更高的药行 去取燃血造化丹和九阴镇魂丹 九阴镇魂丹这里有 但是级别达不到五级 燃血造化丹这里也有 级别同样也达不到陈锋需要的三级 那侍卫前去取药的时候 陈锋和陆玉堂便是在这里等着 两人坐在一起 有下人上了茶 闲谈一番 陈锋方才知道这药铺的背景 原来 这药铺属于一个名叫七星商会的巨大商会 七星商会 生意做得极大 遍布整个龙脉大陆九大势力之中 七星商会下面生意五花八门 其中规模最大的两个生意便是拍卖行和药行 他们不炼丹药 只提供药材给炼药师协会 然后从炼药师协会之中购买丹药 再往外卖 这样一来 便不会和炼药师协会起冲突 这个做法显然是非常聪明 也让他们生意越来越大 七星商会下面的药材生意 在九大势力之中都有分布 在这昭歌天子城之中 他们有五十个药行 而每一个药行下面则是分布着二十到三十个之间的药铺 没办法 因为昭歌天子城实在是太大了 想要将其完全覆盖起来 必须要分为两集 陈丰药的那些药材 在上一级的药行 甚至更高一级的药材总会里面才有 陆玉堂说道 以后陈公子若是有什么需要拍卖 或者是购买的东西的话 直接找我们七星商会 我们七星商会 绝对价格公道 他顿了顿 微微一笑 说道 或许对别人价格不公道 但是对陈丰公子 你却是绝对不会的 陈丰哈哈一笑 这陆玉堂还真是够坦诚 他微笑说道 放心吧 以后有需要我一定会直接找你们 陆玉堂说道 到时候 你可以直接去七级城区的七星拍卖行找我 陈丰挑了挑眉头 说道 哦 恭喜啊 又升官了 刚从药铺升到药行没几天 又要升官了 陆玉堂哈哈一笑 说道 这还要多亏陈兄弟你 能够帮助七星商会和陈丰交好 让他立下了极大的功劳 比在药行之中打凹几十年 得到的功劳还要大 所以他才说 升官都靠陈丰 陈丰微微一笑 心中已是了然 却没有说话 很快 那侍卫便是将药物取了回来 陈丰将那药材打开 验看一番 而后点点头 收入金线锦囊之中 便是告辞离去 陈丰离开之后 一直沉默寡言的 一位跟在陆玉堂身后的侍卫 方才走上前来 他看了陈丰的背影一眼 而后有些狐疑地问道 大人 那陈丰丰只能拿出一千来枚龙血紫金 而他买他们的东西 需要一万五千枚龙血紫金 为何允许他赦账 三月之内还清 咱们七星商会 可是素来没有如此先例啊 再说了 您就不怕他 拿着这些龙血紫金跑了吗 这些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一万多枚龙血紫金 足够一个六品家族 一年多的花销了 而若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话 足以将一个人 打造成七星八星武皇高手 可以说 是非常恐怖庞大的一笔资源了 陆玉堂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懂什么 他轻轻叙了口气 说道 咱们七星商会 一贯的宗旨是什么 那就是 从来不会随意瞧不起一个弱者 也从来不会将所有的宝 都压在一个强者身上 尤其是那等具有极强天赋 年纪轻轻的弱者 更是绝对不能招惹 要招惹的话 就往死里得罪 就将他斩杀彻底铲除 而要不招惹的话 就好好交好与他 扶持与他 因为 这等天赋卓绝之人 咱们交好十个 里面只要能有一个 未来成就不实工业 那么咱们七星商会 之前投入的 就能千倍万倍地赚回来 而偏偏 像是他们这等天赋卓绝之人 未来能够成就强者的几率 远远超出一般人 甚至远远超出一般天才 你以为咱们七星商会 是怎么能够 走到现今这个地步的 就是因为 咱们相会在十万年前 和一万七千年前 各自交好了一位 不是初的强者 才让咱们能够走到今日 他脸上露出一抹得意之色 似乎交好了陈锋这件事 让他很是洋洋自得 这陈锋 绝对就是最最出色 最最卓绝的那等天才 放心吧 交好于他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说着 他发出一阵得意的大笑 很快 陈锋便是回到家族之中 回到了他那个小院里面 轩缘若兰却是不在 不过陈锋也并没有什么担心的 若是之前的话 陈锋还会担心 但是现在 陈锋万年级别以上的武魂觉醒 水涨船高 整个轩缘家族之中 都没拿 都没有人敢拿他们母子 两个怎么样 陈锋估计 轩缘若兰 可能是去了那种 看望那些故人 此时 已经是傍晚时分 一轮大日悬浮在极西边 晚阳昏黄 光芒洒下 天边晚霞映衬 本章完